第1628章 好自为之 沈小雕 你要干什么 你我恩怨 有本事你冲着我来 对我女儿下手干什么 我告诉你 倩倩如果有事 我倾家荡产 天涯海角也要你性命 一天杀不了你 我就一个月 一个月杀不了你 我就一年捉到 你 我不仅要把你千刀万剐 我还要把你错谷杨辉 宋红颜也听出是沈小雕的声音 马上收起了柔弱 露出强势 同时 他也打开了电话录音 希望能多掌握一点线索 沈小雕 你也算是一个人物 有哄哄的沈家二少爷 你就算没想过轰哄烈烈做人 也不该做出绑架小女孩的取句顿事 叶凡也喝出一声 你不觉得这样很丢脸吗 哈哈 说得不错 其实我以前也是这样想的 沈小雕闻言大笑一声 做坏人 也要做一个有逼格的坏人 可我爹我大哥死后 第一桩覆灭后 我就扭转了观点 什么底线 什么逼格 这些没半点意义 现在社会就是沈王败寇 赢了 就如叶绍和宋总你们 黄金万两 风风光光 说了 就跟我一样 过街老鼠 沈黄沈孔 四处逃窜 所以什么丢人不丢人 对我沈小雕来说无所谓了 再说了 叶凡杀了我父亲 弄死我大哥 霸占了第一桩 崩盘了相国商会送 总你 当住我的面 杀光了我情同手足的胖老板一伙人 还把将炭花捉走送给了唐平凡 更是把我逼得跟老鼠一样东藏西朵 别人一张车票就能离开的龙都 我足足耗了半个个多月 才跟狗一样爬出来 所以比起你们对我的欺负 我绑架倩倩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与其带着一抹戏谑 为了复仇 这也不丢脸 复仇 听到复仇两个字 宋红颜心里一紧 你绑架倩倩究竟想要怎样 叶凡没有再说话 只是拿出手机 迅速给叶震东发了一条短信 此时此刻 事关倩倩生死 叶凡已经顾不得太多工期私用了 只想着尽快救出倩倩 很简单 沈小雕语气带着一股子得意 好像一切都在她的掌控之中 你们让我家破人亡 备受折磨和痛苦 我也要给你们出一个难题 听说 唐平凡过几天要去华西参加葬礼 你想法子把唐平凡弄死 我就把倩倩平安放回去 沈小雕狂笑了起来 爸爸和女儿 我想看看你选哪个哈哈 杀唐平凡 叶凡脸色一沉 做事不要这么没底线 他怎么都没想到 沈小雕会拿倩倩要挟宋红颜 杀唐平凡 要钱要将炭花 要她或送红颜的命 叶凡都能够理解 结果沈小雕却要唐平凡的命 不过这也确实歹毒 沈小雕可以做看妇女相残 现在的我就是这么没底线 沈小雕又是一阵宁笑 我就想看看 宋总是选爹 还是选女儿 我可以想法子 让唐门放了江炭花 宋红颜模子跳杀鸡 另外 我愿意再给你十个亿 我 还可以对天发誓 保证不再追杀你和江炭花 你把倩倩还我 你就能带着女人和钱 锦衣玉石过完下半辈子 这人比你跟我死磕到底 两败俱伤要好很多 宋红颜做出一定的妥协 放了江炭花 十亿 不再追杀 沈小雕一笑 不知可否回应 听起来很诱人 只可惜我现在心灰意冷 对未来没有什么希望 而且我也不相信你会真心放过我们 所以你还是要在唐平凡和倩倩之间选一个 他重复一句 必须选一个 唐平凡是我爹 在他在对不起我之前 我是不会杀他的 宋红颜努力压制住怒意 对住电话令端耐心开口 而且他身边重病重重 无数死士护卫 别说我这个私生女 就是他亲生儿子都未必能杀掉他 你让我杀他 怎么杀他 他喝出一声 你这是要我做不可能的事情 唐平凡防守确实严密 但以宋总的聪慧 一定能找到缺口下手 沈小雕语气玩味 至少 你这个做女儿的 比一般人要多不少机会 当然 你也可以 不努力 不去做 但这样一来 你女儿就会尸骨无存了 沈小雕提醒一句 总之 我会通过各种方式 暗中盯着葬礼 葬礼那天 唐平凡没死 那就是你女儿倩倩 泽泽 正要展开的小丫头 这样被人一刀宰了 多可惜 你们也不要想着寻找 我都能从龙都躲到南陵 藏匿倩倩三五天 完全没压力 叶绍 宋总 好自为之 说完之后 沈小雕就毫不犹豫 挂掉电话 喂喂喂 宋红颜连连喊叫 电话令端却没了消息 他拨打过去 沈小雕已经关机 毫无疑问 手机卡被他毁掉了 他愤怒地一握手机 叶凡轻轻拥他入怀 没事 别担心 我已经让东叔帮忙了 只要 叶唐彻底介入进去 倩倩就会很快得救 如果叶唐今天没有消息 我晚上陪你飞回南陵 叶凡眼神很是坚定 挖第三尺 我也要把倩倩给救出来 叶唐如果没找出来 他就让武蒙和朱家军全部压上 宋红颜一阵安心 下意识紧紧抱住叶凡 半小时后 千里之外 南陵 侯门 叶震东背负双手站在楼顶 眺望着层层叠叠的梧桐 神情淡漠 眼神深沉 越发让人看不出深浅 西人的杀人王随住位高权重 让人越来越看不见杀气 但却让人越来越不敢冒犯了 这让他多少怀念金之灵抓药的日子 东王 唐三国明日将会押回中海关押 沈小雕的电话也分析完成了 再 叶震东伸手接住一片落叶时 谭四海脚步匆匆走了过来 他把一个平板电脑递给了叶震东 电脑上 有叶凡 宋红颜和沈小雕的通话录音 还有叶唐分析出来的情报 叶震东淡淡开口 确认沈小雕未知了 从他爬出来的字眼 以及电话中的声音回响 可以判断他躲在城市下水道 从电话中隐约传来的 流水速度 以及现在天气能够藏人的支流 可以锁定36个 这36个支流比较前噪 也就比较暖和 藏匿着孩子不会太冷 再从他毁掉手机的号码附近基地台圈定 沈小雕范围应该在这6个下水道 保暖和基地台两个因素叠合的下水道 只有三条 东西 西河 南沟 潭四海手指点住三个红色圆圈 沈小雕估计就在其中之一 很好 叶震东低头秀了一下落叶 去 拿剑 杀人 第1629章有人出卖了你 黄昏 南陵 东西不行街 南陵的天气已经很冷了 特别是傍晚 大街小巷更是留着寒意 所以沈小雕把自己包裹得严实 他一边提着一大包肯德基食物 一边听着蓝牙耳机里面的怒吼 沈小雕 你脑子进水吗 谁让你去绑架宋红颜女儿的 熊天俊的声音很是恼怒 你知不知道 这一不小心就会扰乱我们计划 毫无疑问 他已经知道倩倩被绑架一事 我这绑架是好事啊 沈小雕脸上没有半点起伏 声音沙哑住回应 哪怕不能逼迫宋红颜真的下手唐平凡 也能吸引叶凡他们一波注意力 而且唐平凡真出事了 众人也会把宋红颜和叶凡怀疑进去 减轻我们的负担 他用力塞 一塞耳机 接着还拿出一个鸡腿啃着 滚蛋 熊天君按捺不住 喝出一声 变数 变数 变数知道吗 现在事情一切朝着我们设定的轨迹前行 只要按部就班进行 就能完成我们的灭唐计划 结果你搞出绑架欠欠一事 明面上来看 他确实对我们计划有利 但你不能保证 他会不会引起蝴蝶效应 万一唐平凡知道这一出 心血来潮不去滑溪呢 万一唐门和五大家感受到凶险 不惜代价 梳理整个队伍一遍 把我们妻子揪出来呢 万一叶凡运气好 把你锁定雷霆杀掉呢 这时候 任何变数对我们都是风险 你不知道暴风雨之前 越是风平浪静越好吗 他言语流露着对沈小雕的不满 若非沈半成死了 他多少亏欠沈家 他真不想扶持这沈家最后辞职 别担心 沈小雕啃着手里鸡腿 喷出一口热气 唐平凡一定会去华西的 他也是一个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人 没有危险 他可能突然兴趣消失不参加葬礼 听到危险 他绝对不会逃避 他不会想要被指责胆小的 而我们的棋子 五大家他们清洗了多少遍 能清洗出来的 早被他们杀掉了 不然当初你们 五十多个人 也不会只剩下两成不到 五大家清洗不出来的 我的安全 你也不用担心 我能从龙都躲开追杀 还潜入南陵 就证明我足够应付对手 他有着绝大的自信 而且我躲避地方 非常隐秘 叶凡他们找不到我的 你违背指令绑架倩倩 还解释这么多 不但不能给我交代 还让我窥探到你内心 雄天剧声音易冷 你卢走 倩倩 威胁宋红颜 看似要躺平凡的命 其实还是揪叶凡的心 是的 我要让宋红颜痛苦 宋红颜痛苦 叶凡 也会痛苦 沈小雕很是坦诚 叶凡痛苦 我才能告慰我爹 和大哥的英灵 说话之间 他从人行道穿出 走过一条八十年代赶的 破落小街 随后 他又拐上一条上坡的小路 向一间破旧的酱油厂 慢慢走去 只是他的目标 沈小雕不是酱油厂大门 而是后方一个 杂草丛生的寒洞 你不是为沈家对付叶凡 雄天剧冷冷出声 你是为你唐小姐出着口气 沈小雕嘴角牵动 想要说些什么 却最终闭嘴 这是预设 为了一个女人 让自己变得风险 值得吗 雄天剧声音带着一股子责备 要知道 这次灭唐之后 我们会趁乱把你弄出神舟 然后送你去瑞国 负责木柏仪式 这是你重新打造 第一桩的绝佳机会 如果你绑架倩倩 让自己折在南陵 不仅对不起你爹和沈家 也对不起你的未来 她颇有限 恨铁不成钢 沈小雕挤出一句 对不起 我会保护好自己的 话没说完 走进寒洞的她 就停止了动作 目光望向不远处一个人 视野中 寒洞前方 叶震东抱住沉睡的倩倩 神情淡漠看住她 没有杀鸡 没有伏击 也不见灵力 却让沈小雕挪不开脚步 发不出声音 无形的威压 攒紧住她的心脏 你怎么不说话 熊天俊感受到了安静 声音一低 发生什么事了 没事 沈小雕轻轻一笑 随后话锋一转 替我转告她 我爱她 下一秒 她咔嚓一声捏碎了手机 还把手机卡揉成碎末 叶震东看住她淡淡出声 这时候 做这些还有什么意义呢 想不到叶凡会请出叶唐 沈小雕又咬了一口鸡腿 怪不得五大家他们都想要重创叶唐 功气私用 始终是叶家大杀器 他目光多了一丝光芒 这也是悬在神州任何势力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剑 叶震东没有半点波澜 一个要死的人 讲出天大的道理也是毫无意义的 你觉得你一定能杀我 沈小雕喷出一口热气 今天可是月圆之夜 说到这里 她一丢肯德基 反手拔出一刀 身子猛的一弓 衣服啪啪碎裂 沈小雕反手一刀 割了自己左手 飙出鲜血 她嘴里一吸 很快 身上原本不明显的绒毛 全部变得血红起来 一股滔天战意随之爆发 此刻的她宛如一头嗜血凶狼 她对住叶震东吼出一声 想要杀我 没这么容易 她双眼一红 脚底用力 地面碎裂 叶震东没有任何动作 只是多了一抹气势 她的人看起来 也像一把叙事待发的剑 狼人之夜 有点意思 叶震东没有出手 淡淡一笑 知道我为什么 能这么快锁定你吗 沈小雕血红眼睛微微易冷 这也是她迷惑之处 这些日子 她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出去乔装打扮 打完电话就丢卡 还躲在地下寒洞 叶震东怎么会跑到这里堵住自己 还无比精准就人质 有人出卖了你 叶震东识破天惊 你的女人 闭嘴 闭嘴 不可能 沈小雕先是一愣 随后歇斯底里吼叫 你撒谎 你撒谎 你污蔑她 叶震东淡淡开口 她跟我做了一个交易 那就是把你出卖给我 换回她想要的自由 第1630章 你炸我 自由 听到这句话 沈小雕身躯又抖了一下 她双眼变得更加通红 不可能 不可能 她不会出卖我的 不会出卖我的 沈小雕盯着叶震东 吼叫一声 你别想炸我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你就这么认定 你的唐小姐不会出卖你 叶震东冷眼看着沈小雕冷冷一笑 舔狗是没有好下场的 昔日沈小雕用唐小姐刺激叶凡 叶震东也就从叶凡嘴里知道唐小姐的存在 此刻 唐小姐三个字结合她在寒冬看到的讯息 对沈小雕有巨大的冲击 闭嘴 闭嘴 沈小雕呼吸变得急促 手里的刀已点叶震东 你炸我 你绝对炸我 她已经喝了自己的血 已经让自己沸腾了起来 整个人也开始变得癫狂 只是心底的不愿意相信 让她维持唐小姐的美好 叶震东轻轻拍着倩倩一笑 炸你 我有必要炸一个死人吗 沈小雕吼叫一声 你说 她是谁 叶震东很直接 原话 沈小雕神情一呆 身躯僵直 宛如遭受雷击不动 你当初被审办成收为义子 退去狼孩的野性 开发了心智 对感情也有了梦幻般的追求 叶震东讯到处两人的关系 你年少知识跟住相国 富豪子弟团来神州游学 负责跟你对接的就是原话 大家闺秀 知性如画 窈窕气质 更是击中你年少初开的心 从游学那时起 你就把原话当成了梦中情人 不 是你心目中至高无上的女神 因为情人还能够亵渎 女神却只能够静养 为了让原话高看你一眼 也为了原话喜欢上你 你无怨无悔为他付出一切 原话早些年打理的平庸公司 能够蒸蒸日上境外盈利 靠的就是你穿针引线 你用 沈家和相国商会暗地里扶持着他 之所以不明面上大张旗鼓帮他 是你知道沈家被五大家唾弃 不想给他带去麻烦 叶震东叹息一声 当然 也有原话自己的意思 他不想被汪翔楚误会 沈小雕下意识握紧薄刀 闭嘴 汪式白药的秘方 也是你沈小雕千辛万苦 弄来送给原话的 叶震东目光怜悯地看住沈小雕 你原本希望原话评级这个白药秘方 在原家能够水涨船高 成为最核心子质 可是你没有想到 原话转手把白药秘方给了汪翔楚 你想要成就原话 原话也想要成就汪翔楚 也许原话当时给足了你理由 但你心里一定很痛苦 叶震东语气淡漠 却句句重击沈小雕的心灵 沈小雕握刀的手微微颤抖 脸上也多了一抹悲凉 他的杀意不知不觉削减了一分 只可惜 你痛苦虽然痛苦 但痛过之后也就原谅他了 叶震东嘴角勾起一抹糊度 毕竟他是你的女神 是占据你年少时整颗心的女人 为了他 别说一个白药秘方 几单国际生意 就是要你的命 你也甘之如頤 所以当 原话被叶凡弄进监狱后 你这个崇拜者对叶凡也就恨之入骨了 不管是牵引集团在相国遭受重击 还是用唐小姐来代替原话 乃至绑架倩倩威胁宋红颜 你本质都是要对付叶凡你 想要 他痛苦想要他死 这样就能给原话出口恶气了 叶震东可怜地看住沈小雕 好像看住昔日的自己 哈哈哈哈 沈小雕放声大笑 掩饰住自己内心一些东西 叶震东 你不愧是叶唐境内负责人 竟然能从我身上查到那么多东西 没错 我喜欢原话 我愿意为他卖命 我愿意为他出气 牵引重击 唐小姐刺激 绑架倩倩 也都跟我有关系 目的就是给原话出一口气乐气 他喷出一口热气 这一切都是我干的 你只能对我来 伤害不了原话 你还真是个可怜可悲之人 叶震东冷笑一声 这时候 你还想着掩护原话 知道原话 为什么要一直坐牢吗 以汪家霍原家的能耐 原话早就能从牢里保释出来 可他却坚持要接受完成法 不是他不要自由 而是他要用坐牢的苦肉计 让你这只狗 给他卖命咬死叶凡 入狱 那一刻起 原话这个聪明的女人 就知道他和汪乔楚 很难对付叶凡 一不小心就会搭上 他和家族或者汪乔楚 所以他要急用其他人的手 报复叶凡 你这个实力雄厚的相国 第一庄二少 就成了他手中棋子 事实也如他所料 你为了给他复仇 不断跟叶凡堆住干 叶震东一叹 可惜不但没有给他复仇成功 反而让自己一次次处于危险 神小雕脸色一变 我乐意 你付出这么多 他却觉得还不够 叶震东一笑 当第一当装毁灭 你被四处追杀时 你在他心中 也就成了一颗废子 你绑架了 欠欠后 我马上深度查探你的资料 很快挖出 你跟原话的关系 我第一时间 让龙都分数 去审问原话 原话没有沉默 也没否认你们关系 他很直接 跟我做了一个交易 他把你在南陵的 可能藏身处告诉我 而我用夜堂名义 给他自由 不 是给汪巧楚自由 我答应了 所以他把东西这寒洞 告诉了我 他跟你曾经来过南陵游玩 还一起去了 良心下水道参观 回来的时候 他扭伤了脚 是你背住他 从寒洞钻出来的 那也是你们的第一次 也是唯一的亲密接触 你记得终生 夜震东给予最后一击 因此你绑架了倩倩 很可能就在这东西寒洞 不可能 不可能 听到夜震东这一番话 神小雕整个人癫狂起来 最后的理智也要失去 原话不会出卖我的 原话不会出卖我的 神小雕吼叫一声 你骗我 你骗我 夜震东 你炸我 他努力说服自己 但夜震东堵在这里 已经能说明他很多事了 他心神大乱 我要杀了你 喊叫之中 忽然间 一声锐响 刀锋破空 神小雕手里的刀 刀光璀璨 刺激着夜震东的眼睛 这一刀的气势 就如荒原之上 最凶横的狼王 露出的射人獠牙 吼叫声中 神小雕那张脸庞 也变得扭曲 那双原本血红很利的毛子 此刻更是要滴出鲜血一样 身上的绒毛随之也血红一分 沙翼 由无数鲜血堆积成的沙翼 排山倒海向夜震东压了过来 夜震东微微眯眼 当 就这空档 神小雕连人到刀向夜震东扑了过去 全力以赴 不留后手 这一刀的速度和威力 爆发出了神小雕的全部潜力 只有杀法 他才能发泄情绪 只有鲜血 才能让他冷静 狼人遮月 暗无天日 第1631章狼国之子 来得好 夜震东看到神小雕扑来 没有立即出手 而是饶有兴趣看住他攻击 等他贴近自己的时候 他身子一纵 避开了神小雕一刀 他始终想要看看 神小雕这个狼人的实力 同时 他也给族神小雕同伙时间营救 没有鱼儿 又怎么一网打尽呢 杀 一击未重 战刀再次凶猛压下 神小雕眼神一片星红 彻底疯狂 快如电 雷震万军 夜震东又一次从龙飘 陶飞避开 神小雕再次向前一步 得寸进尺 攻势骤然间转变 大风大雨 惊涛骇浪 如狂风暴雨 永不停歇 面对发疯的神小雕 夜震东没有半点波澜 躲避之余 把一堆杂物踢了过去 啪啪啪 神小雕一脚横扫 砸过去的树木 垃圾桶 杂草全部咔嚓断裂 他气势如红 压向夜震东 今天不杀掉夜震东 他心里的憋屈出不来 在夜震东又避开 他的攻击后 神小雕身体再次爆起 斩刀横徽 刀光霍霍 杀意凌厉 不断扼杀夜震东的生机 当夜震东 还是没有出剑 只是拿着剑鞘 从龙挡击 在落日的余晖中 两道修长身影 不断碰撞 拳脚 冰刃 互相攻伐 气势惨烈 诡异地达到了一种 难分胜负的状态 无数杂物 在两人对弓中 翻飞出去 四分五裂 呈现出一股狼藉 身手不错 能量也惊人 可惜心神乱了 夜震东挡住 神小雕攻击 该轮到我了 说完之后 他身子一转 一脚踹中了 神小雕腹部 神小雕悶哼一声 翻滚出机密 腹部疼痛 却完全没有在乎 杀杀杀 九弓不下的他 吼叫一声 爆发出最后的 杀手锏 神小雕挺直腰板 他那血红的双眼 陡然深邃 一片黑色的金光 从眼眸中 暴射而出 散着一种 蛊惑人心的力量 夜震东身躯一阵 神情一致 好像整个 陷入了一片深海 速度和动作 都一缓 就等这一刻 神小雕狂笑一声 死 他暴射出去 全力劈出一刀 秀 只是一瞬 刀光已到了 夜震东的身前 森寒的刀气 已刺入了 他的肌肤毛孔 杀 神小雕爆发出怒吼时 夜震东突然动了 右手一震 飞剑终于出窍 秀 剑光一闪 刺入刀芒 神小雕的身体 突然一致 铺天盖地的杀意 瞬间消散 战刀碎裂 断成半截 胸膛一痛 鲜血流淌 什么 神控失效 神小雕变了脸色 身体移动向后 暴退三公尺 他刚一停下来 嘴角便适出了一抹鲜血 同时 剑尖又如影随形抵达 刺向了他的胸膛 没有灵力 没有霸道 也不凶猛 但是轻盈急速 啊 他吼叫一声 双手全力抵挡 叮 飞剑从容穿过两掌中间 刺入了神小雕胸膛 冰冷 刺骨 神小雕脸色瞬间苍白如指 他摇晃着倒地 脸上带着愤怒 带着震惊 似乎没想到自己被一剑击败 叶震东淡淡出声 神控之术不错 可惜对我意义不大 承受了二十多年痛苦的东王 心智早已经超越常人想象的坚定 砰 没等神小雕反应 叶震东反手拔出飞剑 一脚把他踹倒在地 神小雕倒地 一口鲜血喷出 全身剧痛 却无法再挣扎起来 叶震东这一剑 虽然没有要了他的命 却让他失去了一切抵抗力 老子就是死 也不会落入叶堂手里 神小雕吼叫一声 一把咬向牙齿中的毒丸 砰 叶震东眼急手快 一脚把他踢晕 咻咻咻 就在这时 七道身影从远处报射了过来 他们宛如一只只飞剑 定在叶震东面前 接着 他们阵形一散 如狼群一样包围 叶震东眯起眼睛 看住这群不速之客 有点意外今天还有收获 没等他出声 一个脖子纹住黑狼的灰衣老者 走了上来 他手指一点重伤的神小雕 对叶震东出声 这人 我要了 话没说完 只见叶震东右手一抬 秀 灰衣老者脸色巨变 身体连连暴退 只是退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因为一把剑抵在了他们一间 叶震东淡淡出声 你在教我做事 全场死忌 没有人说话 连呼吸都好像停止 六个杀气腾腾的同伴 全都如遭雷击 看住这无比震撼的一幕 灰衣老者可是他们的头 也是一等一的高手 速度更是比同一个等级的舞者还快 但就是这样一个 他们心中敬仰的图腾 却被一个扛着小女孩的中年人 一招捏住生死 他们怎能不感到震惊 灰衣老者更呆滞 脑袋一片空白 他没有想到 自己竟然连还手之力都没有 这不科学 只是再怎么不相信 他依然能感受到渐渐的杀意 只要叶震东往前一送 他就必死无疑 我叫狼九 是狼国王室的带刀侍卫 我们这次来神州 是找寻一个失散多年的狼子 这个年轻人 很可能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希望阁下给我们几分面子 让我们带走这个年轻人 不然他出了什么差错 很多人都要付出代价 狼九也是一个凶横之人 嘴里刻刻气气解释 声音却带着一股不容置疑 虽然叶震东看起来很厉害 但他狼国显赫身份摆住 叶震东不敢乱来的 狼国王室 狼子 叶震东眼里生出一抹兴趣 扫过已经昏迷过去的神小雕一笑 没想到这个狼孩还跟你们狼国王室扯上关系 有点意思 不过对不起 这个人涉嫌绑架威胁 是我的犯人 你们不能带走他 非要介入进来的话 可以透过官方途径交涉 叶震东一点都不给对方面子 一个狼国精锐眼神一冷 阁下要跟我们狼国王室为敌吗 后果 秀 话没有说完 一枚飞剑洞穿了他的喉咙 叶震东冷冷出声 让你说话了吗 你 狼国精锐身躯一晃 眼睛瞪大 手脚晃动 缓缓倒地 狼气脸色巨变 你敢杀我们的人 他眼里掠过一抹杀意 叶震东淡漠出声 一个不够 其余狼国精锐勃然大怒 欺人太甚 狼国人生性好斗 想来喜欢成兄斗狠 一直以来也是他们欺负人 何曾这样被羞辱 他们纷纷拔出武器攻击叶震东 狼气也拳头一握 羞羞羞 叶震东反手一剑 羞羞羞飞出剑光 只听一连串的惨叫 五名狼国精锐倒地 全部一剑封喉 他们死不瞑目倒在地上 脸上愤怒之鱼 更多是震惊 没想到叶震东不但敢对他们下死手 还杀人如杀狗 现场只剩下狼妻站住 他脸色一沉 阁下究竟是谁 叶唐 杀人亡 叶震东 叶震东又是一剑 洞穿狼妻咽喉 随后扬长而去 第1632章帮一个忙 谢谢东叔 晚上八点 叶凡跟叶震东通完电话 心里如是重负 欠欠平安了 随后 他把事情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宋红颜 包括沈小雕跟袁花的密切关系 以及沈小雕跟狼国王室的血缘 想不到沈小雕跟袁花有一腿 已经平静下来的宋红颜恢复了冷冽 毛子后面多了一抹光芒 东叔也够厉害的时间 就挖出这么多的东西 他悠悠一探 怪不得五大家对叶唐这么忌惮 东叔他们确实厉害 不过也有沈小雕花痴的缘故 其实东叔只是透过技术锁定 沈小雕位置 根 原画出卖没有半毛钱关系 只是东叔跑去东西寒洞 救出倩倩时 他在墙上发现了两幅图画 这两幅画 是拿刀子在墙上刻画出来 痕迹很新 功力很深 猜测是沈小雕慢慢长夜画的 一幅是一个少年背负一个扭伤脚踝的少女画面 一幅是旗袍女子站在城墙回眸一笑的容颜 少年背负少女的画面太年轻 看不出是谁 但旗袍女子却让东叔认出是原画东 说是老江湖了 认出原画后 想到我曾经说过的唐小姐 马上让人深入调查原画跟沈小雕的关系 沈小雕这边的资料很难查探 但原画从小到大的资料却被叶唐迅速找到 上面就有提到原画曾经接待来自相国的游学少年团 所以东叔粗暴断定唐小姐是原画 还判断沈小雕对原画痴情多年 于是东叔迅速厘清思路诈一诈沈小雕 告知是原画出卖了他 结果沈小雕果然猛了 不仅整个人失去理智 还无心佐证了 他跟原画的关系 叶凡把叶震东给的情报说了出来 我就奇怪 沈小雕在港城为什么这样恨我 原来有原画的因素 他内心 深处的一根刺也无形中拔掉了 宋红颜文言一笑 看来还是小学老师说的对啊 不要再墙壁乱涂乱画 天旦笑容中 他眸子掠过一抹寒光 原画已经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现在沈小雕被活抓了 还扯入了狼国王室血脉 叶凡有足够理由介入了 叶凡声音多了一抹灵力 希望原画能够逃过这一劫 原画是唐小姐 也意味着港城风波 有原画推波助澜的影子 不 背后还可能是汪乔楚 他不会有好下场的 宋红颜笑了笑 随后一握叶凡的手 唐小姐不是唐若雪 心里是不是松了一口气 她感受着叶凡掌心的温度 叶凡张嘴想回答 却突然发现不知道怎么开口 好了 不说唐若雪了 我们担心一整天 饭都没吃 宋红颜画风一转 叫点东西吃 然后好好睡一觉 明天我飞回去看看倩倩 叶凡轻声一句 我陪你 第二天早上 叶凡刚刚晨练完毕 门铃就叮咚叮咚响了起来 叶凡 开一下门 看看谁来了 厨房忙碌的宋红颜探头喊出一声 我把牛奶热了 她也早早起来准备早餐 想要吃完后飞回南陵一塌 虽然倩倩已经平安没事 但经过这一个惊吓 心里就止不住惦记女儿 好 叶凡点点头 整理了一下衣服 随后笑着跑去开门 门一开 她的视野顿时映入一个小女孩 她穿着公主裙 剃着西瓜头 背着一个小树包 倩倩 叶凡一正 倩倩 爸爸 倩倩大喊一声 随后欣喜若狂冲入叶凡怀里 爸爸 我总算又见到你了 我想死你了 想死你了 倩倩一把抱住叶凡的脖子 竭尽全力不让两人分开 倩倩 叶凡也高兴起来 抱着倩倩转了几圈 小丫头 你又长高了 爸爸也想你了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她没有再拘泥妇女称呼 相反这一声爸爸 让她心里的压抑瞬间散开 闷闷不乐和担心也全都消失 叶凡还感受到一股幸福和温满 很是享受有个孩子的感觉 她抱着倩倩又转了几圈 随后想到一个问题 对了 倩倩 你怎么来了 叶凡眼里有着一抹好奇 谁带你来的 这时 宋红颜听到动静也跑了出来 看到不速之客是倩倩 她也止不住声出惊讶 倩倩 她喊叫着冲过去 也一把抱住倩倩 流露失而复得的高兴 好了 别抱太紧了 倩倩都快喘不过气了 叶凡一笑 拍拍宋红颜手臂 示意她松开倩倩 宋红颜忙松开女儿笑道 倩倩 对不起 妈妈太激动了 倩倩笑呵呵抱 宋红颜 妈妈 我也想你 则则 你们一家三口恩爱可以理解 但能不能证实一下我的存在啊 门口 一个嘿嘿不已的笑声从门口传来 怎么说我也是你们的长辈叶凡 和宋红颜抬头望去 这才发现 唐十二把玩着两个核桃站在门口 叶凡一愣 你怎么来了 这怎么说话的 好像华西只是你的一样 我就不能来 唐十二望着叶凡玩味一笑 我不来 怎么参加慕容无心的葬礼 我不来 怎么把倩倩带给你们 他打去一句 我不来 怎么看你们一家三口望恩负义 宋红颜眯起眸子 倩倩是你带过来的 倩倩丢了 大哥第一时间让我去南陵寻找 唐十二咔嚓咔嚓转动着核桃 刚刚在南陵洒出人手 叶震东就找到倩倩了 倩倩一试 整个宋家在整顿 学校也诚惶诚恐 倩倩也有点情绪低落 我寻思前翠让她放假几天 把她带过来跟你们聚一聚 这样她的情绪会慢慢好转 你们两个也不用两地奔波 她把事情一五一事说了出来 你们也不用太感谢我 到时股份分我一个点就行 唐十二向叶凡挑挑下巴 一副你懂的意思 倩倩还没吃早餐吧 妈妈带你去吃点东西 宋红颜装作没听到 带着倩倩跑去饭厅吃东西 叶凡把唐十二迎接了进来 你是来给唐平凡打前战的吧 他才不相信唐十二是专门送倩倩过来 叶老弟 神舟人讲话不是追求含蓄的吗 你总是这么直接 会淡化我们之间的友谊啊 唐十二白了叶凡一眼 随后掏出一台平板电脑递给叶凡 这是叶震东要我带给你的平板电脑 他说里面有绝密资料 只有你可以看的 老东王越活越不是东西 明明可以把情报电话或邮件告诉你 却让我把它千里迢迢带给你 这不仅是考验我的人品 也是考验我的忍耐力一路上 我好几次想要打开窥探 看看究竟是什么绝密情报 只是又不能辜负叶老弟信任 那份纠扯真是让我生不如死 赶紧拿走 不然我真忍不住打开来看 他嘴里喊住让叶凡把平板电脑拿走 但脑袋却探来探去似乎要看点什么 叶凡退后几步打开电脑 然后点开叶震东给自己的一份资料 看到叶凡要走 唐十二突然想起一事 喊出一声 叶老弟我帮你们忙 后天你也帮我一个忙 他一脸期待看住叶凡 叶凡一愣 什么忙 后天大哥和姑苏慕容家的人来华西 唐十二嘿嘿一笑 你陪我去黄顾屯接他们 黄顾屯接人 叶凡一正中 资料也打开了 上面只有一行红字 进攻雅子前晚已越狱 第1633章传言是真的了 叶凡懒得搭理唐十二 看完平板电脑后就跑去吃早餐 吃完早餐后 叶凡就陪倩倩好好玩耍了一番 感受妇女难得相聚的时光 看倩倩累了 叶凡才让他去休息 自己也把进攻雅子一事说了出来 叶唐传了一个消息 进攻雅子跑了 叶凡望着正在喝茶的唐十二和宋红颜开口 千万跑了 宋红颜和唐十二都身躯一阵 脸上露出一股子凝重 他们也都是经历杨国一战九死一生回来的人 也就知道自己跟进攻雅子是怎样的不死不休 无论是唐十二或宋红颜都想进攻雅子死 只是当初为了保护叶凡 宋红颜不得不跟杨国人做了一个交易 宋红颜封存地宫机密 杨国人不再追杀叶凡 还关押进攻雅子 他们以为进攻雅子不死在牢里 也会好好地待上一年半彩 结果没几个月 他就跑了 唐十二皱起眉头 他是怎么逃出来的 他自己是逃不出来的 宋红颜端起茶水喝入一口 他已经看到了事情的本质 只有杨国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放水 进攻雅子才能从关押的地方跑出来 看来杨国人又欠揍了 杨国的九死一生 让他对杨国人充满了杀鸡 奶奶的 杨国人做事一如既往没节操 怪不得别人说 他们签过的字不过是厕所里的纸 唐十二对住宋红颜喊出一声 纸女 你手里不是拿了不少 地宫原始资料吗 拿出来 拿出来 捅出去 给杨国一个重击 当初兵荒马乱 众人只顾住逃命 唐十二也是这样 唯有宋红颜 抱走一大堆地宫资料 宋红颜轻轻摇头 还不是时候 现在杨国人没有公布 进攻雅子逃出来 我们也没有实质证据表明 他脱身了 这时候我们先吧 地宫资料公布出去 就等于我们先违背了双方的协议 这样一来 有理的 我们反倒变成没理了 到时 杨国人不仅名正言顺 宣告释放进攻雅子 还会指责我们言而无信 进行全面报复 宋红颜看得很是长远 唐十二抬起头 那我们就把地宫资料全丢出去 让杨国人遭受全世界的舆论指责 而且那几个实验体的事情 公布出去 马上就会有国际裁决所进入调查 一旦证实杨国人玩弄基因被证实 不仅血衣门要瓦解 那个估计都要全部换人 唐十二幻想着给杨国人一个重击 虽然地宫资料没有水分 上面也有杨国人笔记 但时隔几个月 杀伤力不如出使了 宋红颜轻轻摇晃着茶水 红唇微微张起 过去这么久 只怕 第一 宫里的东西 早就转移的转移 毁掉的毁掉 现在让国际裁决所进去调查 只怕地宫已经变成一个仓库 或旅游圣地一样 国人不会让国际调查小组 找出太多东西的 所以不撕破脸皮 我们手里资料还有点价值 一旦捅开了 杨国人就会破罐子破摔 搞不好还会起诉五大家 抢夺他们国宝呢 他提醒着唐十二五 大家也不是很前进 那就捏着资料威胁杨国人 唐十二拍着桌子 让杨国人给我们看看 进攻牙子还在不在牢里 如果真是杨国人放水 他们也会早料到你要看人 叶凡旦旦出生 弄个高仿板忽悠你 你也没辙 难不成你还能亲自去杨国验身 他补充一句 就算你较真去验身 杨国也会各种申请借口来拖延 那就这样算了 唐十二愤愤不平 眼睁睁看着杨国人玩花样 很简单 挖出进攻牙子 打杨国人的脸 宋红颜浅浅一笑 进攻牙子跑出来 绝对不是为了自由 他肯定带着杨国的官方使命 如果把进攻牙子和他同伙全部抓住 然后在杨国宣告进攻越狱之前杀掉 杨国人再愤怒也只能吃哑巴亏 杨国人总不能说是他们故意放出 进攻牙子执行任务 而且我们可以逼问出 进攻牙子的使命 让杨国人在国际上好好丢一次脸 宋红颜安排着杨国王室的使命 官方使命 唐十二眼神不屑 他一个废弃的血衣门主 还能掀起什么风望 葬礼 叶凡突然冒出一句 杨国人要翻版血龙园一战 唐十二笑容瞬间停滞 神舟版血龙园 我们在斩杀杨国无数天骄 清洗他们不少宝藏 还捏住了地宫秘密 宋红颜也迅速反应了过来 这一口气 杨国人可以忍 但不会忘记 这一次慕容无心葬礼 引得唐门 姑苏慕容和五大家子侄前来观礼 这对杨国人来说 是千载难逢的报复机会 想一想 如果进攻牙子在葬礼上来一场屠杀 让五大家和姑苏慕容子侄全部折损 宋红颜眸子闪烁光芒 我们是急助婚礼动手 他们 急助葬礼报复 这也算是以牙还牙了 靠 这葬礼一战 如果真被进攻牙子搞成功了 五大家要量不少啊 唐十二疼地坐直了身子 这杨国人胃口还真大啊 这次葬礼 唐平凡亲自观礼 其余家族也给面子派出核心子侄 真被杨国人一锅熟 真会元气大伤 血龙园一战 武田秀吉横死 地宫被毁 进攻牙子对我们恨之入骨 宋红颜靠在沙发上 一挫双腿疑惑出生 他跑出来不死不休报复我们 我们可以理解 但杨国人支持进攻牙子的底气是什么 不管进攻牙子借助葬礼袭击能否成功 杨国都会遭受五大家的残酷报复 血龙 园一战 杨国被叶凡和我们杀穿了一代人 杨国武道也一落千丈 他流露一丝不解 杨国拿什么来对付五大家的反击 不好 唐石尔突然打了一个机灵 眼里有着深深的震惊 那个传言可能是真的了 叶凡皱起眉头 什么传言 天葬突入天境了 第1634章胃口太好 唐石尔很早就收到天葬突入天境的传言 只是他一直没有放在心上 他不算顶尖的舞者 但知道突入天境何等困难 不亚于空手攀登珠穆朗玛峰 现在结合杨国人举动进攻牙子越狱 唐石尔意识到传言的真实性 这让他变得凝重起来 如果天葬大师真突入天境 杨国人被打断的脊梁就等于接回来了 葬礼也充满了凶险 聊到这里 他匆匆喝完茶水 然后就离开了总统套房 他要去跟唐平凡汇报此事 叶凡倒是不惧天葬跑来神州杀人 这样的大人物还是厉害人物 肯定受到神州重点关注 天葬跑来神州 自有人对付他 倒是进攻牙子让叶凡感觉到一丝危险 他第一时间通告夜市阵营众人 让白如歌等人加强防护出入小心 金之灵也加强了防备 慕容嫣然也被叶凡叮嘱一切小心 要警惕阳国人混入境来搞事 同时 他让蔡灵芝派人查探进攻牙子行踪 看看他有没有潜入神州 血龙月一战 以及五天秀吉的死 叶凡跟进攻牙子可谓不死不休 叶凡对他不得不多留一个心眼 安排完进攻牙子一事后 叶凡注意力又转回雄破天一事 看住雄破天惊人的武力值 叶凡依然找不到缺口 加上进攻牙子这个变数 时间一长 叶凡多了几分烦闷 接下来两天 叶凡手中越来越多雄破天的资料 但医治方案却没有太多进展 叶凡一度想过把雄丽莎的尸体 慢慢放入万寿岛 看看能否让雄破天的情绪安静一点 但看到雄破天一拳砸碎无人机的态势 叶凡担心尸体刚放到图中 雄破天还没看清楚就一拳砸碎 这会让雄破天更疯癫 而且雄丽莎的尸体冰冻太久 如没十足把握 不能轻易搬出去 不然就会腐烂 连续两天没进展 叶凡躺在沙发上 扯开领子 大口呼吸 让自己轻松一点 爸爸 你是不是不开心啊 看到叶凡眉头紧皱 玩耍的倩倩跑了过来 很懂事地摸摸叶凡脑袋 我给你唱崇飞好不好 我睡不住觉 哭泣的时候 妈妈都是抱着我唱歌的 说话之间 她抱着叶凡轻轻哼唱了起来 黑黑的天空低垂 亮亮的繁星相随 崇飞 崇飞 你在思念谁 倩倩的声音很轻柔 很童真 徐徐灌进了叶凡的耳朵 叶凡原本想要敷衍听几句 然后就让她自己去玩 可这一听 她一颗心却慢慢安宁起来 除了倩倩的关心 让叶凡生出感动之外 还有就是 她想起了小时候 那个女孩哼唱的同样调子 唐若雪给完她一袋叉烧包后 就是哼着虫飞跑回车上的 虽然她跟唐若雪 已经分道扬镳 受过的折磨和刺伤 也注定两人不会再有未来 但叶凡还是能够回想 那个最黑暗最寒冷的日子里 唐若雪带给她的经验 爸爸 你 现在心情好点了吗 倩倩唱完歌 一脸期盼看住叶凡 谢谢倩倩 爸爸已经好了 叶凡一笑 搂住倩倩 谢谢你 爸爸没事就好 以后你心情不好了 就让我来给你唱歌 倩倩很是懂事 一抹叶凡的脸 我可以天天给你唱虫飞的 好倩倩 也就在叶凡心里 如水安宁时 她突然回想到 熊九刀提供的资料 她一咕噜爬了起来 拿过资料扫尸 眼睛忽然一亮 叮咚 叶凡正要干活 房门却被暗响了 打开一看 正是唐十二 叶老弟 走 走 你上次答应我的 陪我去黄顾屯接大哥 现在 进攻牙子还没挖出来 风险太多 需要你这尊大神压压阵塔 连推带球的 把叶凡拉入车子 然后直往黄顾屯火车站 去接唐平凡 叶凡无奈 只能给宋红颜 发了一个讯息 让他照顾好倩倩 他甚至能判定 唐十二这头老狐狸 把倩倩送来华西 是不想他和宋红颜 跑回南陵 如此一来 唐平凡参加葬礼 就多一个叶凡保障 想通这一点 叶凡恨不得一脚踹飞唐十二 车队很快抵达黄顾屯火车站 唐平凡这个人 向来讲究安全感 所以不仅常年 躲在唐门身居检出 就算不得已出行 也是尽量坐高铁火车 他很抗拒坐飞机 因为他觉得坐在飞机上 发生任何变故 都无法扭转 这种把命运交给别人 和老天的交通工具 唐平凡是能避免就避免的 所以这次来华西参加葬礼 唐平凡都是一路高铁或火车 时间多了一点 但够安全 进城的高铁站 距离慕容家族位置 有三十多公里 唐平凡一行人抵达后 没有坐汽车 而是搭乘专列小火车 直抵黄顾屯 这样一来 距离就剩下七公里 不仅可以少受颠簸 还能减少危险 到了 到了 从饭店出发十几分钟 车队就抵达了几十年历史的 黄顾屯火车站 唐世尔一边喊住 一边拉叶帆出来 这是一个小火车站 它位于黄泥江古桥的一侧 毗邻码头 还博街郊区高铁站 位置优越 它曾经是运输矿产资源的 一条重要支线 资源挖完后 它就变成了看油菜花 看黄泥江古桥的观光线 不过这一个星期 这条线路和火车 被唐门包了下来 专门运送唐平凡和五大家的人 为了安全 三十多公里的线路 五大家不仅安装了摄影机 无人机 还安排了人手保护 所以叶帆钻出车门的时候 视野基本上 就是戴着墨镜的黑衣蟒男 偶尔有几个工作人员 和清洁工走过 呜 叶帆没有等太久 一列红色火车就开了过来 火车入站停下 车门打开 钻出持枪保镖 接着 又是五道高手显身戒备 最后 才是五大家的重要人物显身 十几号人中 叶帆辨认出唐平凡 郑乾坤 汪三丰 原辉煌四人 其余则都不认识 叶帆本不想在意那些陌生人 但目光还是落在一个 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身上 那人一公尺六左右 脸庞浑圆 肤色发白 挺住个大肚子 他长得很有富台 给人一种面善心词的感觉 但他偶尔瞪起眼睛时 就会有血红的两道金光射出 这使他那张脸 宛如变魔术式的一下 争鸣非常 让人不寒而栗 唐平凡跟他走得很近 但其余保镖 却跟对方保持距离 似乎中年男子身上 留意住某种让他们不安的气息 大哥 老汪 你们来了 这时 唐十二哈哈大笑一声迎接上去 一路辛苦了 叶帆也跟住上去打招呼 唐先生 郑先生 你们好 叶绍 又见面了 唐平凡对自家弟弟微微汗手 看到叶帆却是热情一笑 叶绍这么忙 还百忙之中来接我们 真是过意不去啊 郑乾坤也哈哈大笑 叶老弟 好久不见啊 每次见面 你都胖了 汪三丰也附和着笑道 叶帆年轻 胃口好 吃多了 胖点 很正常 两个老狐狸一语双关 打去着华西立意 被叶帆吞了 怎能怪叶帆呢 袁辉煌给叶帆辩解一句 这是你们自己牙扣不好 同样一块肥肉 你们不止咬不动 还崩掉牙齿 而叶帆能一口吃了个前进 你怪人家牙口好吃 太胖 他拍拍叶帆肩膀一笑 叶帆 别理他 牙口好不好 能吃多少 各凭本事 叶帆大笑一声 各位 没事 我留了一锅汤 郑乾坤 故意板起脸 一锅汤 不够 还要一碗米饭 众人文言 哈哈大笑起来 傅白中年人 却没有笑 只是眯起眼睛 审视叶帆 还充满着一抹敌意 好了 这里风大 先不说了 唐十二笑了笑 上车 去我安排的唐门院子再说 他招呼住众人 钻入车里 秀 就在这时 一个正在清理水沟的清洁工 突然抬起头 他把一个水晶球 砸向了唐平凡他们 第1635章 冲着我们来的 砰砰砰 看到水晶球 飞向唐平凡他们 四周守卫 先是脸色一变 随后 琪琪抬起枪口 射击出去 同时 几十名武道高手 身子一转 把唐平凡和郑乾坤他们 全部互卫在中间 叶帆微微眯眼 也攻起身子 准备应战 他没想到 真有人对唐平凡下手 只是他也不解 车站被联军掌控 怎么还有杀手混入 轰 面头转动之间 只听一连串爆响 水晶球被无数弹头击中 这一击 阻止了水晶球 但也让他轰得一声爆炸 火光冲天 白烟四窜 还腾生一大股粉末 有烟 有爆炸 有毒粉 只是五家护卫 没有半点慌张 他们只是阵形一变 退后机密 第一时间戴上面罩和护目镜 枪口依然指向冲过来的清洁工 不准动 唐平凡面前的人墙又加厚了一层 杀 杀 面对指向自己的枪口 清洁工没有停止脚步 一把扯开身上衣服 腰间露出十几枚炸管 他吼叫住向唐平凡和叶凡冲过来 五家护卫毫不留情射出子弹 砰砰砰 一连串的枪声中 清洁工脑袋被打成了筛子 接着又是一声轰的巨响 尸体炸了一个粉身碎骨 地上四处是横飞落下的血肉 只是敌人的那个头颅竟然没事 还就助七浪冲到唐石尔面前 跳梁小丑 唐石尔宁笑一声 夺过一刀 反手一劈 一道刀光耀眼闪过 那颗头颅立刻分成四半落下 切口的完整就像是用镭射切割而成 显然 唐石尔在向敌人示威 虽然这一起攻击没有伤到唐平凡他们 但叶凡还是止不住皱起了眉头 这袭击者不仅能混入境来 还能携带炸管同归淤镜 这实在是棘手啊 他有点后悔跟住唐石尔来接人了 嗖嗖嗖 就在唐门精锐驱散毒粉时 十几名穿住车站服饰的杀手显身 他们裹在工作人员和路过游客中靠了过来 叶凡脸色一寒 大家小心 当他准备应付那些靠近的杀手时 只见人群中闪出十几枚军刺 刺间毫不留情从背后捅入杀手的后心 一招致命 敌人混在人群中 唐平凡的棋子也在人群中 宫颈之间 地上又多了十余具尸体 有些漏网之鱼也在冷漠枪声中先后毙命 没人能够靠近唐平凡他们二十米 接着几个制高点也倒下一具具敌人尸体 他们一枪都没开出就被唐门子弟先快半拍暗杀了 很快 车站的三十多名杀手就全部清理完毕 唐石尔 留下一群人收拾残局就行 经受这样一个见面里 唐平凡却眼皮子都不抬 顺便查一查他们的身份 不用查一看就是第一桩余孽 万伤联盟的人 唐石尔一舔嘴角的血迹 丢掉手里的刀 掏出一个本子 拿出一支红笔 随后 他捏着红笔清点了一下人数 接着就在万伤联盟一脉打了一个叉 全面 这一个举动 看起来他好像是生死判官 叶凡止不住一愣 惊讶看住唐石尔他们 毫无疑问 唐平凡他们不仅掌控着局势 也掌控住敌人举动 杀手能够混入车站袭杀 只不过是唐平凡他们故意让他们混进来 他正要说什么 却见唐平凡走了过来 他笑了笑 向叶凡发出邀请 叶凡 能赏脸铜车走一段路吗 叶凡 私立一会 点点头道 好 说完后 他就跟唐平凡钻入了轿车 这让腹白中年人眼睛再度眯起 蹦射出一缕冷冷寒光 叶凡有感应一样隔住车窗望了他一眼 不知道这家伙为何对自己充满敌视 不过他的注意力很快又被唐平凡拉了回来 唐平凡手指轻轻一挥 坐在副驾驶座的江秘书 很快就把一个记事本递给叶凡 唐平凡手指一点记事本一笑 这一次葬礼 注定不得安宁 将近十股势力想要我们死在这一场葬礼上 他露出一抹戏谑 只可惜我会让他们失望的 叶凡打开记事本翻了起来 向国第一桩余孽 万商联盟 三十三名死士 杨国樱花堂 千叶余孽 二十四人 忍者世家 德川忍者 十八精锐 兵国 黑蜘蛛毒枭 十二人 飞国 沙漠之血 八人 新国 第九天使 十四人 南宫欧阳海外余孽 十七人 雄国北极商会 北狼战队 十一人 叶凡一边翻看 一边念出来 脸上很是吃惊 这些都是要对付你的人 同时 他心里震撼不已 唐门实力确实惊人 唐平凡还没来华西 就基本摸清敌人底细 怪不得火车站的袭击 唐平凡轻描淡写 原来只是一场练练手 浮浮沉沉几十年 得到很多东西 也就会得罪很多人 唐门能够发展到现在 我能够坐到这个位置 手里鲜血 脚下白骨又怎会少呢 就是想遇神舟的赤子神医你 现在的强敌 只怕双手双脚数不过来 唐平凡和矮一笑 所以我有这么多敌人 他们想要我死 我一点都不奇怪 叶凡下意识感慨一声 是啊 人在江湖 身不由己啊 一个月前 他根本没想过要来华西 结果如今已成华西局势 最关键之人 不过既是本上的敌人 唐平凡一拍叶凡的手笑道 与其说冲着我来 不如说冲着我们来的 血龙月一战 杨国人恨我做局之余 也对你恨之入骨 毕竟你亲手打穿了杨国天交 相国股市一战 我带五大家给你砸了五千亿 扭转败局 但你手里也沾染了 审办成一脉的血 华西一主 南宫和欧阳落幕 严重损害了北极商会利益 你 自然也是他们眼中钉 他们恨我 也恨你 不 是对我们一起杀之而后快 因为在这些人眼中 是我唆使你冲锋陷阵 也是我关键时刻给你支持 我就是 一个躲在你背后 推波助澜的坏老头 特别是你跟红颜走在一起 我将会成为你未来老丈人 将来你我如果密切联手 只怕再无势力可以对抗 更别说他们报仇血恨了 所以这次慕容无心的葬礼 是他们阻拦我们未来联手的机会 昔日 血海深仇 将来利益衡量 都注定进攻牙子 他们要不择手段杀掉我 当然 有机会也会对你下手 只是你身手太高了 他们很难要你命 加上你倒下了 我很可能再扶持一个叶凡 所以他们最终决定 集中精力往我身上招呼堂 平凡 看得很是透彻 干到了我 再来干到你 叶凡看住记事本微微沉默 虽然他很不想承认 也不想跟唐平凡为伍 但不得不说 很多事情很多利益双方已经绑在一起 特别是杨国血龙元一战 相国股市一战 落在他人眼里 他和唐平凡就是最亲密的战友 这滑稀一行 可谓是凶险重重了 唐平凡跟叶凡推心致富 对自己处境非常清楚 知道如此凶险 你还来参加葬礼 叶凡淡淡出生 为了一点名声 拿自己老命对赌 不值得啊 就在这时 唐门车队忽然退下来 相隔两三秒 车子的对讲机传来唐石尔的声音 大哥 主干道发生九连环车祸 完全堵住了 唐石尔呼出一口长气 我们要改到了 不然要等各把小时 黄泥江的风徐徐吹过 叶凡突然感觉到了一丝秋冬的凉意 第1636章激烈交战 叶凡 你说 咱们要不要改道 唐平凡没有直接回应唐石尔 而是对叶凡慈祥笑了笑 叶凡私立一会 改道 唐平凡扭头望向了叶凡 要改道的理由是什么 车站袭击刚刚失手 现在前方又出现事故 八成是敌人故意要我们改道 我们改道很容易掉入敌人的陷阱 不如等上各把小时 直通唐门小院 唐平凡的目光带着一抹阴切 你有这个念头 我有这个念头 其他人也都有这个念头 叶凡言语平静 大家都会觉得 敌人故意堵住前面 逼迫我们走入另一条小路伏击 敌人也会认为 我们不敢走小路 所以我敢推断 小静没有伏击 就算有 也不会是重兵 我们足够应付 敌人主力仍在主干道射服 说到这里 叶凡还望向了前方大堵塞 如果我们真等待前方通车过去 那可真中了敌人的陷阱 一是我们自以为识破敌人阴谋 而轻视敌人 二是堵车久了 容易心烦意乱 疏于防范 一旦唐门车队被对方找到漏洞 倒是来几个车站自杀时的诈管 怕是要死不少人 对叶凡来说 被敌人前后夹击堵在车道 不如冒险走一趟小路 很好 不焦不躁 华西的胜利没有冲昏你的头脑 红颜找了一个好男人啊 唐平凡哈哈大笑一声 随后大手一挥 唐诗尔后队变前队 改道 明白 唐诗尔马上回应 唐轩元 你带第一组先行探路 汪天策 你带第二组封锁两侧车道 半小时内不准任何车辆通过 郑军灵 你带第三组跟我们逆向而上 把前方堵塞中的敌人全部清除 他潜脆利落地下令 对讲机很快传来众人回应 明白 没有多久 唐门车队就偏转方向 掉头呼啸驶入两车道 其中两辆车还就地停下来阻挡其余车主 那些车主见到唐门设卡挡路 纷纷表示不满 前方堵住了 还不让人改道 岂不又要赛几个小时 只是他们的愤怒都被唐门子弟手里武器吓了回去 唐平凡这一改道 果然引起主干道不少变故 五 七 八辆车跟住掉头 风驰电掣向唐门车队追击 断后的汪天侧第二组战队毫不犹豫把他们打成筛子 接着 郑军灵他们还在前方主干道两侧挖出十几名狙击手 最触目惊心的是 一辆停在路边的油罐车被发现引爆系统 接收到报告的叶凡不由感慨这些敌人的顽强 同时 叶凡心里放松了不少 前方堵住的主干道搜出这么多敌人 那就表示自己的推论完全正确 敌人主力集中在主干道 这也意味着 改道的危险系数变小 不过叶凡放松 唐诗尔他们却丝毫没有大意 虽然只剩下五公里路程 但唐诗尔依然放慢车速 同时 他派出一对对人手提前查探 山丘背面 树林深处 路面破损 光缆入口 唐诗尔全部轻插一遍 避免被人在地面货管道埋设诈管 他这份细心 让叶凡改观不少 这个唐门前代一直给他简单粗暴形象 现在看来只是他想要给自己这个印象 不过往深处想想也是 唐诗尔真是马大哈无能 唐诗尔又怎会如此器重他 车队开了十几分钟 很快就来到一处僻井山庄 唐门小院四个字清晰可见 正是唐诗尔为唐诗尔弄来的临时落脚处 看到大门触手可及 众人松了一口气 看来叶凡的改道打乱了敌人计划 呼呼 唐诗尔正要下令开进去 却突然听到头顶响起一阵轰鸣声 叶凡抬头望去 只见头顶飘来了十二个热气球 热气球各自站着四个人 一个个戴着口罩 血火惊艳立刻让叶凡绷紧神经 原本松弛的心也瞬间揪紧 他拿起对讲机吼叫一声 小心 话音落下 热气球就气势如虹 向车队俯冲下来 他们还丢出一个特制的瓦斯罐 瓦斯罐裹着呼啸的山峰 如炮弹般轰然砸出 目标明确只取车子顶端 靠 叶凡脸色顿时大变 刚下一脚把唐平凡踹了出去 让他翻入了一束草丛中 同时他也弯腰射出去 接着 叶凡一把扑倒唐平凡 抱着他滚入了一条小水沟 唐十二他们也从车里翻滚而出 轰轰轰 几乎是他们刚离开车子 瓦斯罐就砸中了十几辆车 车子公顷变成一堆碎片 十几名唐门子弟来不及躲避 也被炸成一个稀巴烂 还有十几人被气浪掀翻 重重摔在地上哀嚎不已 随即一股股大火冲天而起 把整条公路变成了火龙 火衬风威 风筑火势 惨叫不断 烟烟长天 在刺眼火光和浓烟中 热气球的敌人又探出一支支刀枪 他们对住唐门子弟就是无情点射 虽然滚滚浓烟 让他们难遇辨认位置 但还是能循着哀嚎进行攻击 咻咻咻 砰砰砰 一连串的弩箭和弹头中 受伤的唐门子弟身躯一阵 惨叫着摔回血泊中死去 唐十二愤怒不已 杀了他们 一支支武器抬起 对住半空不断射出 密集子弹中 五 六个热气球被成了筛子 羞一声重重摔倒在地 十几个敌人也闷哼一声 从篮子里面甩飞出去 他们刚刚倒地 还没爬起来 就被五大家的舞者迅疾割掉喉咙 接着 唐门子弟打开没有爆炸的车子后车厢 拿出一个个黑色箱子打开 呜 很快 十几架无人机腾空而起 向敌人毫不留情撞击过去 又是一连串的爆响 居高临下的热气球又被炸翻三个 五 六个杀手见是不妙 还扯住绳索滑下来 只是他们刚刚滑落在半空 就被唐门子弟打成马蜂窝 一个个从高空掉落 摔了个血肉模糊 剩下的三个热气球见状大怒 他们一边拉升距离躲避子弹 一边抓出一堆堆炸管倾泻下来 又是一串惊天动地的爆炸 交战激烈 叶凡没有参战 他就是来接人的 能够护卫唐平凡一把 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不错了 看到唐平凡他们稳住了阵脚 他就第一时间把唐平凡拉起来 然后撤后几十米 靠向唐门小院 院内冲出几十人 手持盾牌 护住唐平方和叶凡 将秘书带着几个高手 也跟上来护卫 袁辉煌 汪三丰 郑乾坤和夫白中年男子 也迅速靠了过来 这些上位者虽然身手不错 但不到万不得已 不会亲自冲在前面玩命 杀 杀光这些渣子 郑乾坤跟唐平凡会合后 就看着前方连连爆喝 虽然有惊无险 但热气球这个意外 还是让他吓了一跳 索性没被瓦斯冠砸中 不然就丢死人了 汪三丰叹息一声 也不知这批是什么人 袁辉煌淡淡出声 这种攻击方式 多半是杨国神风队 叶凡没有说话 只是眯起眼睛 视野中 一只热气球从侧边 悄悄飞了过来 郑乾坤也发现端倪 马上一点天空吼道 开枪 给我开枪 打掉他 相隔几十米 却依然担心对方 又丢出一个瓦斯冠 随着郑乾坤的指令 几十名保护他们的唐门子弟 马上抬起武器攻击 接着 三架无人机 向热气球撞击过去 两只狙击枪也冷漠点射 子弹密集 火力充沛 阻挡着热气球 靠近的轨迹 轰 就在子弹和无人机 要触碰热气球时 只听热气球一声巨响 自动炸开 无数碎片横挡住弹头 无人机也被击落 同时 一道黑衣身影 从几十米高空忽然坠落 他宛如天神一样 扑向了唐平凡他们 第1637章 瘦我一拳 轰 黑衣老者高空坠地 地面碎裂 石头飞溅 郑乾坤和汪三丰 以为对方会摔个半死 结果却发现 黑衣老者没有半点事 他坠了之后 只是停滞了一秒 随后就重新停滞腰板 宛如魅影一样 冲向唐平凡 郑乾坤脸色巨变 杀了他 杀了他 几十人抬起武器 疯狂射击 密集弹头倾泻过去 只是黑衣老者身影一闪 子弹就全部落空 他很快就冲到了 唐门子弟面前 没等唐门子弟偏一枪口 黑衣老者就手起手落 把十几人全部打飞出去 他轻易撕开了 唐门子弟的防线 接着他又是左脚一跺 地面碎裂 直接掀翻唐门子弟的盾牌 武力惊人 汪三丰下意识喝出一声 你是什么人 只是丑陋的他 不仅面目让人心惊胆战 武力更是让叶凡都生出忌惮 他本能一扯唐平凡 又后退几公尺 黑衣老眼皮子都不抬 一言不发冷漠住脸推进 期间手脚晃动 避开所有子弹 打飞所有弩箭 还把阻挡的唐门子弟 全部撂翻 视如破竹 他眼神游离中暗含锋芒 不算强势 不算低调 却让人心神颤抖 将秘书没有废话 手指一挥 杀 十余名唐门高手 立刻嗷嗷指教杀出 丑陋老者看都没看 只是伸出左手 轻飘飘挥舞几下 十几名唐门高手的武器 瞬间断裂成两截 接着他们心口一通 齐齐喷出鲜血倒地 一个个全部被他 震碎了五脏六腑死去 郑乾坤拔出一枪 阁下报个大名 丑陋老者依然没有回应 一步一步靠近唐平凡 杀 看到对方气势如红 两名正式高手 扑向丑陋老者 丑陋老者左手如垫 迅猛四风 在空中一态一抓 两名正式高手的匕首 就被抓断 他们也被霸道立尽 震退束步 但还没稳定身形时 丑陋老者左手一扬 两截断刀如流星般射出 直接没入 两名正式护卫的胸膛 鲜血瞬间蹦射出来 接着他们就一头栽倒在地上 而这时 丑陋老者已从他们尸体上踏了过去 双手挥舞之间又杀了七八人 一个元氏高手从侧边扑过去 丑陋老者一脚把他踹飞 接着 他又一拳打爆一名持枪的汪式枪手 汪式精锐瞬间跌飞 喷出鲜血惨死 无人能抵挡 丑陋老者轻描淡写地继续前行 一步一步逼近唐平凡 杀意丝毫没有削减半分 武家高手按捺不住 怒吼一声 齐齐扑击而出 羞羞羞 丑陋老者依然一言不发 双手快速地挥舞 首饰玄傲且带着毒辣 一道道凌厉无匹的劲气狂卷而来 他完全不受阻挡般从冲杀人群中走过 无所匹敌 一连串的痴痴声音中 武家精锐惨叫倒下 血流成河 秀 丑陋老者很快冲破防线 随后身子一展 宫颈出现在唐平凡等人面前 他一手抓出 那种速度简直无法用字眼形容 杀气更是连草木都为之颤抖 但唐平凡依然面色宁静 对住那如风魔般的一抓 整个人极为稳定地往后退了五步 这个空间 刚好让腹白男子抬了上来 他抱喝一声 疯 一刀从他袖子探出 化作一道战役滔天的光芒 腹白男子硬生生封住了丑陋老者那绝杀的一抓 轰 一道巨响轰然炸开 刀碎 爪式也微微一乱 整个门口一片灰尘弥漫 腹白男子的战刀裂成碎片掉落 整个人也跌飞了出去 撞在盾牌落了下来 尽管腹白男子够强横 但还是无法扛住丑陋老者一击 不过丑陋老者这次也退出了半步 秀 没等丑陋老者反应过来 袁辉煌栖身而上 一拳重重轰了出去 丑陋老者左手画掌为拳头冲了出去 直接跟袁辉煌来了一个硬碰 砰 一声巨响 袁辉煌闷哼一声 也如炮弹一样跌飞 他牙齿一咬 凌空一扭 扑通一声落地 扑 他翻身而起 半跪在地 吐出一口黑血 拳头跟住变成乌黑 俨然中毒了 叶凡脸色一变 宫颈刻上前 拿出药丸和银针给袁辉煌解毒 他跟袁辉煌交情不错 加上袁清一的关系 他怎么也不能让袁辉煌有事 丑陋老者也是身躯晃动 手腕一抖退后了半步 连伤两人 他却只退一步 不得不说够强横 看到袁辉煌中毒 正乾坤脸色一变 你出手够毒够狠 杀我阳国天骄 回我百年龙园 你怎么不说够毒够狠 丑陋老者终于沙哑地挤出一句 犯我阳国者 虽远必诛 同时 他身上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股强大压力 叶凡几个经历太多的风雨和血火 还能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但五大家的精锐 却情不自禁露出痛苦之意 能从高空坠落 还能杀我这么多人 这时 唐平凡淡淡开口 阁下在阳国不应该是碌碌无为的人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送你们上路 丑陋老者金芒一闪 五大家也该尝一尝元气大伤的苦头了 在这一刻 唐门子弟全身汗毛都不自禁地立了起来 他们全都感受到一股凌厉的杀意 你不要说大话了 这时 给原辉煌治疗完毒伤的叶凡 从容不迫走前几步盯着对方 虽然你很强横 也确实杀我们不少人 但已经没有高空坠落的如虹气势 一是你伸手刚刚晋级 还没有稳住境界 二是我们的强大超出你意料 否则你也不会跟我们废话了 以你利器丛生的性子 真有把握图路 只会二话不说图光我们 他很直接给出一条路 你没把握杀掉我们 那就走吧 面对自己的如此气势 叶凡仍能淡定 丑陋老者凶神 不由露出赞许神情 接着他嘴角就勾起一母笑意道 你小瞧我了 他漫步惊心地向前一步 这一步地踏出 杀气狂卷 周围空气中的温度快速下降 丑陋老者神情冷酷 有如煞神 他右手高高举起 摆出一个极为炫耀的起手势 宛如在抚摸一把不存在的刀 杀气漫天 其实 这辅刀之势是丑陋老者 刻意营造出来的 威势十足 可以想象当他出手时 定会是威领天下的一击 丑陋老者盯着叶凡出声 赤子神医 接我一拳不死 我马上走人 叶凡踏前一步 来 轰 丑陋老者抱射而上 对住叶凡就是一拳 叶凡也吼叫一声 左手一拳直冲而出 砰 两拳相碰 气颈狂飞 无数人被掀翻 袁辉煌他们也登登登 后退了几步 叶凡和丑陋老者 却屹立不动 第1638章受伤了 砰 两人相对而立站住 两个拳头紧紧对冲在一起 丑陋老者的厉害 刚才的巨响 都知道敌人必是雷霆一击 事实 丑陋老者这一拳 也是九成功力 只是他的拳头 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 一拳打爆叶凡的指关节 一拳打烂叶凡半个身子 他拳头宣泄出去的力量 从叶凡指关节涌入手臂 很快就变得石沉大海 这一拳 好像打在棉花一样 让丑陋老者无比的难受 而且他感觉 打出去的力量 好像被吸收了不少 怎么会这样 丑陋老者胸光一寒 身体一震 压上最后一层力道 全力宣泄 他渴望看到叶凡手臂变成麻花 想要看到力量穿透心脏 可是叶凡依然不动 安然无恙站在原地 叶凡的眼眸甚至带着一抹疑惑 老头 你不是要我收你一拳吗 你倒是出力啊 你这个雷声大 雨点小的一拳 我都不好意思 算你一招占便宜 叶凡盯着丑陋老头 喷出一口热气 丑陋老者不解 叶凡同样不解 看丑陋老头 争獰的样子 好像要一拳打死他 可是一拳打过来 对冲掉叶凡的力量后 丑陋老头就收回了全部力道 放过自己 惺惺相惜 实力有限 叶凡一时搞不清对方意思 数字 去死吧 丑陋老头声音一沉 随后左手拍出一掌 叶凡见状也抬起右手封锁 轰 这次碰撞 叶凡和丑陋老头就分了开来 叶凡身子一晃 蹬蹬蹬地后退 袁辉煌他们发现 叶凡嘴角流露出一抹血迹 毫无疑问 他被丑陋老人震伤了 但他们惊讶的不是叶凡受伤 而是叶凡只退了三步 这显示 叶凡用三步的缓冲 又扛住丑陋老人一击 丑陋老人的厉害 在场所有人都见识到了 真算得上 神党杀神 鬼党杀鬼 袁辉煌和腹白男子 联手攻击都被中创 叶凡只退三步 算得上厉害了 郑乾坤他们随后握起武器 望向丑陋老人 但一个个惊讶发现 丑陋老人不见了 接着 袁辉煌他们锁定对方的痕迹 呼 丑陋老者站在一块岩石上 有如神仙中人 飘飘长袖垂了下来 那长袖竟没有半点血迹 袁辉煌和郑乾坤感觉 随着丑陋老者的长袖一压 他们所有战役都被对方吞去 他们盯着丑陋老者的身躯 握武器的手紧了又松 紧了又松 最后一个个颓然地叹了一口气 他们找不到丝毫出手的空隙 而且一旦攻击 丑陋老者可能会撕毁对叶凡的承诺 袁辉煌还喝出一声 大师 你说叶凡受住你一拳 你今天就滚出这里 现在 叶凡受了你一拳一掌 他还安然无恙 你还不见性沉默 你真食言的话 我们不介意不惜代价把你留在这里 说话之间 他打出一个手势 唐门小院又闪现十几支狙击枪 唐十二也解决前方敌人 带着大部队返回门口 无数刀枪严阵以待 唐平凡始终波澜不惊 世子神医 恭喜你 丑陋老者没有在意员辉煌的话 也无视近百人的武器 他的目光更多是落在叶凡身上 有着一丝欣赏 一丝赞许 一丝疑惑 还有一丝忌惮 他对叶凡淡淡开口 你没有让我失望 你挡住我一拳而不死叶凡 冷漠看住丑陋老者 你让我失望啊 郑乾坤他们见状感慨不已 不愧是插王之王 装插就是底气十足 今日一战 就此结束吧 看到叶凡一脸蔑视 丑陋老者微微眯起眼睛 我想 我们下次见面 应该用不了多久 到时 你我必有意思 说完之后 丑陋老者飞身而起 从山腰跃下 途中 他双臂张开 滑翔一线 近如一只巨鸟一样 引入云雾中 郑乾坤下意识要抬枪 却被袁辉煌眼疾手快压下 这老头是一个大变数 不要再出乱子 袁辉煌出声提醒 我们当务之急要整顿队伍 不然他杀一个回马枪 估计咱们要完蛋 怕什么 有叶老低压阵 我们一起掩手 一定能留下他 郑乾坤甜甜嘴唇一笑 今天吃大亏 只是被他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他们预料 不少袭击场面 唯独没有想到 会出现丑陋老者这样的高手 汪三丰走上来开口 这老家伙究竟是什么人啊 一百多人被对方杀掉 对方撤离 还让众人感觉松一口气 汪三丰感觉憋屈之余 也露出一抹好奇 郑乾坤和袁辉煌都陷入沉默 他们对杨国高手 基本料如指掌 但从来没有见过 这个毁容老人 富白男子微微眯眼 会不会是天葬 传言中刚刚进入天境的天葬 杨国这几十年 被叶堂和我们打穿两次 厉害一点的舞蹈高手 基本上都陨落了 就剩下一个身居捡出的天葬 还有点杀伤力 他给出一个判断 也唯有天境高手 能让我和袁辉煌这样狼狈了 不可能 郑乾坤毫不犹豫摇头 老家伙虽然厉害 但不可能是天境高手 真是天境高手 叶老弟怎么可能拦得住 你看 老家伙牛哄哄 对叶老弟轰出一拳一掌 叶老弟退了几步 就屁事都没有 他顶多比叶老弟高一点点 称死就是的 静大圆满中期 而且天葬大师我看过 风度翩翩 宛如神仙 哪有这样丑陋 郑乾坤振振有词 而且他也不屑用毒 被郑乾坤这样一说 袁辉煌和福白男子 他们又下意识点点头 是啊 如果对方真是天境高手 全力一拳早把叶帆打穿了 结果出了一拳一掌 都没伤到叶帆 天境个锤子 叶帆 怎么样 有没有事 这时 唐平凡不顾众人保护 从后面快步走向叶帆 在袁辉煌他们说话这段时间 叶帆一直如镖枪一样站住 气势丝毫不减 只是温润的脸上 一层层变红 等丑陋老者气息彻底消散 叶帆才艰难挤出一句 我受伤了 说完之后 他再也人引不住 喷出一腔血雨 身体向后倒去 叶帆 叶帆 袁辉煌他们忙冲上去 接住叶帆 第1639章 铁血柔情 天空完全黑了下来 就像是一团 化不开的浓墨 虽然唐门小院 重新恢复了平静 但众人都各司其职 忙得不可开交 一批批五家精锐 抵达华西 把手的连只苍蝇 都飞不进去 不止唐门小院 所有出入口 有重兵把手 连外围港哨 也撒到五公里之外 丑陋老头这个变数 对郑乾坤他们 冲击太大了 特别是叶帆 也受了伤后 他们对丑陋老头 实力更加忌惮 五大家担心 丑陋老头 杀一把回马枪 所以掉入不少 好手和枪手恶手 五大家棋子 顺理成章 渗透华西各个角落 而袁清一 也带着五盟子弟 散布在叶帆卧室 附近把守 他对每个 靠近房间的人 都有意无意扫事 虽然叶帆 去火车站 接唐平凡 是突发状况 但袁清一心里 还是很愧疚没保护好叶帆 一时之间 华西暗波汹涌 此时 叶帆正坐在床上 他伤势虽然不轻 但经过半天的休息 以及自我治疗 整个人恢复了八成 只是左手涌动的澎湃力量 让他不时皱起眉头 昔日的左臂 没多少存在感 甚至不如右臂灵活 但今天却好像 被唤醒的大海一样 他感受到一股 不太受控制的力量 叶帆随时有挥机而出 打爆一切的狂力念头 他努力压制 才勉强平复 同时 叶帆也想通了一点 丑陋老头 不是想要放过自己 雷霆一拳 也不是点到为止 而是他一拳轰出的力量 被他左臂全部吞噬了 他的左臂 就如一片深海 不仅吸收着叶帆的功力 也消化着对手的力量 叶帆不知道丑陋老头 功力有没有少掉 但知道自己左臂 又强大了一分 尽管他还没摸清左臂 这样吞噬力量的意义在哪里 但多少已经清楚 可以用来对抗强大的对手 醒来了 刚好 吃晚餐 就在这时 宋红颜推开房门走入近来 脸上带着甜淡的笑容 担心震惊过后 他总是把最好一面 呈现给叶帆 他笑住提过一个小食盒 里面全是清淡的食物 与人温柔地把几叠小菜摆在他面前 再给他舀上一碗浓稠的米粥 婉然倾笑 来 把这些餐点全部吃完 你知道你身体伤成什么样吗 关节受损 体力透支 五脏六腑受窗 你怎么就不 好好照顾自己呢 宋红颜一边颇为责怪地吃说 一边把汤匙送到叶帆嘴边 叶帆一口泯入香滑的米粥 咀嚼一番就咽了进肚子里 然后才故作轻松地回到 有没有那么吓人啊 我虽然被丑陋老头震伤了 但情况还是可控 叶帆安抚一生 所以你别听医生们胡言乱语 送红颜毛子一瞪叶帆 恨铁不成钢地回到 你当那丑陋老头的一拳好受啊 原辉煌和慕容无情到现在都还躺着 你不是答应我照顾自己吗 不是答应我不会轻易冒险吗 怎么去火车站接个人 把自己差点折进去了 他只不注意捏叶帆腰肉 他们又不是冲你来的 见是不妙跑路就是 即使叶帆要保护的是唐平凡 宋红颜也更希望叶帆平安无事 见到女人掩饰不住的关怀眼神 叶帆心里闪过一丝愧疚 红颜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让你担心了 你放心 我下次保证不会当英雄 有时我会马上跑路 叶帆握着女人的手一笑 当然如果是你和倩倩有难 我就是打死也不跑 语人总是吃软不吃硬 被叶帆以退围禁的认错后 宋红颜打开叶帆的手 随后他把一口粥 喂进叶帆嘴里 语气就变得缓和下来 其实我知道你的性格 别说唐平凡是我爹 就算是一个外人 你也不会眼睁睁看着他被杨国人杀掉 他很是纠结 但见到你的伤 我就止不住害怕 当初港城的缆车一跳 让他无比惧怕失去叶帆 叶帆再次倾笑开口 没事 至少我现在还活着 而且有你照顾 我会很快就恢复的 他留露住信心 最多一个晚上 我就生龙活虎了 宋红颜哼了一声 我才不信呢 真的没事 你看看 强壮的能打死一头牛 叶帆继续哄着女人 随后问出一句 你过来了 倩倩呢 宋红颜手指一点外面 在院子荡秋千呢 本来要进来看你 但我担心你吐血吓倒他 就让他晚点再过来 他声音一揉 倩倩听到你受伤昏迷 一直喊着要给你唱虫飞呢 叶帆温柔一笑 真是好女儿 不 还有个好女人 有了这些甜言蜜语 宋红颜算是散去残存的火气 他小家碧玉般地为叶帆喝粥 偶尔还会把热气吹走些许 这个世界能让他送红颜味粥的男人 有且只有一个 也许是真的饿了 叶帆风卷餐云般扫光半锅米粥和三个小菜 人吃饱了总是比较精神 所以叶帆拿纸巾擦拭完嘴后 就向宋红颜出声问道 对了 外面情况怎样 唐平凡回去没有 他追问一声 有没有丑陋老头的讯息 乱成一锅粥 不过还在唐门掌控中 宋红颜显然早猜到叶帆会问起局势 所以做足功课的他毫不犹豫回应 唐平凡没有回龙都 一是现在华西混乱 他这时回去反而会危险 二 是他这个身份和地位 被几个萧小袭击一番就跑回去 老脸挂不住 丑陋老头没有消息 散出去的探子没有捕捉到他行踪 不过唐门小院已经启动一级战备 五大家的精锐也开进了进来 他想要杀进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掏出一张纸巾给叶帆轻轻擦拭嘴角 只是他的身份成迷 他的实力和战意 容易让人觉得他是天藏 可我们掌握的天藏资料 又跟他一点都对不上 而且天晋高手应该不会这么低级 毁掉容貌前来袭击你们 天晋 强者讲究的是一人敌一国 战战堂堂正正名震天下 不过我已经把他情报和画像汇总传给秦无忌 他对杨国料如指掌 看看有没有丑陋老头的线索 宋红颜手指落在叶帆脸上 毛子多了一丝担心 只是这段日子你要小心 放心 我能照顾好自己的 叶帆画风一转 葬礼依旧举行 没错 宋红颜轻轻点头 不过唐平凡提前了一天 明天中午下葬飞来风 下葬完毕 他们就会连夜赶会龙都 他补充一句 这倒不是畏惧 而是他们准备报复杨国 叶帆微微惊讶 明天就下葬 他要扰乱敌人节奏 宋红颜向外面翩翩头 明天 飞来风 怕是又要血流成河了 再多的血 我也不会让他溅到你身上 叶帆捏着那精致的下巴 吻上了那片唇 风雨飘摇 也挡不住男儿的铁血柔情 第1640章前老丈人 叶帆身体恢复不少后 就给袁辉煌和慕容无情 几个治疗一番 他让这些人伤势尽快好转 这样不仅能参加葬礼 还能更好地自我保护 他可不想袁辉煌出什么事 慕容无情原本对叶帆 充满了敌意 但经过丑陋老人一战 态度缓和了一些 叶帆也知道 他对自己不满的原因 那就是华西慕容本是 姑苏慕容的碗中的肉 结果被叶帆抢走吃了 相较于姑苏慕容期望的利益 叶帆瓜分出去的 难于满足他胃口 叶帆也没有太在意 他对慕容无情救治 纯粹出于对抗丑陋老者需要 慕容无情不招惹他 他也能客客气气 如果慕容无情搞事 叶帆也不介意教训他 治疗完慕容无情后 叶帆又给袁辉煌细心诊治 还把剩余毒素清除前进 接着又给他端来一碗中药 袁辉煌的情况很快好转 他端起中药轻轻吹了吹 叶帆 谢谢了 今天一战 大家都受窗不小 叶帆也一度受伤昏迷 结果叶帆醒来稍微好转 就劳心劳力给他们治疗 向来自傲的袁辉煌 对叶帆又多了一份感激 咱们是兄弟 说这些就客气了 叶帆大笑一声 何况还有轻衣这一层关系 轻衣 换了一个人似的 听到叶帆说起袁轻衣 袁辉煌脸上多了一抹柔和 以前的他虽然聚要高冷 但眉间总是存着忧郁 心里也藏着是 这二十年来 我就没见过他真正的 纯粹的情绪 就是哭 就是悲 他也给人一种麻木虚假的态势 但这几次见他 特别是这一次 我感觉他鲜活了 无论是听到你受伤的交集 还是听到你没大爱的欣喜 都是发自内心的流露 如果说你让轻衣焕发第二春 可能有点暧昧 但你让他重新活过来 却是没有水分了 袁辉煌很是感激地拍拍叶帆肩膀 随后一口气把中药喝了一个前进 轻衣受尽冷眼 又寄人篱下 难免敏感一点 叶凡一笑 现在能够自立 还位高权重 心态自然不一样 这也是一个原因 袁辉煌对这个堂妹显然很有感情 放下此晚缓缓走到窗边感慨 他父亲虽然是旁戏中子侄 但能力出众做人到位 极其受我爷爷重要 他巅峰的时候 几乎每天都要被我爷爷叫去 比我那继承人的爹还要风光 轻衣的母亲也是峨眉最美 最有天赋的弟子 还是当时刚筹建好的第一任武协副会长 小时候轻衣绝对算得上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公主 她童年的前一半算得上美满幸福 只可惜 她父母一场意外 双双出世 轻衣经此变故 不仅悲伤过度 个性也变得敏感 谁说她父母 她就咬谁打谁 长此以往 她就变成了原家子之厌恶的对象 只有我知道 她变得那样结成和扭曲 不过是失去父母后 她本能的防护 毕竟只有这样才没几个人敢欺负她 否则没有父母的她 只怕被人往死里整 这也是袁辉煌过去这么多年 一直竭尽全力庇护袁清一的原因 她知道妹妹的苦和痛 只是她的身份和地位 注定她要经常离开龙都淬炼 这让她无法全天候三百六十度 护住袁清一 想到袁清一差一点冻死街头 袁辉煌心里就很愧疚 也决定往后余生好好庇护她 只是她能庇护袁清一的人 却无法化解她的心结 如今夜凡让袁清一鲜活起来 袁辉煌发自心底的高兴 事情都过去了 清一现在走出来了 也好起来了 你也不要惆怅了 叶凡话锋一转 对了 你们袁家 有没有袁寒江这个人 她想起了老猫说的梅花贴 袁寒江 袁叔 袁辉煌一惊 扭头望向叶凡 清一跟你说起她罢了 什么 叶凡大吃一惊 她就是清一的父亲 你不知道 袁寒江就是袁叔 清一的父亲啊 袁辉煌微微一愣 很多年前跟清一母亲 因为意外出事了 意外 叶凡眼皮一跳 他们真是因意外出事的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袁辉煌下意识瞄了门口一眼 看到没有袁清一影子 就低声发问 上次歼灭隐闲山庄 我恰好拿下一个知情人 叶凡也没有隐瞒 他说袁寒江不是车祸死的 是跟人狙击决斗 被人杀掉的 他没有直接说出 唐三国和梅花贴 唐三国一案还没完全结束 事关叶唐不能泄露太多 想不到这个尘封多年的隐秘消息 被你挖出来了 袁辉煌转身面向窗户 眺望着黑夜 没错 袁叔叔夫妻不是明面上的车祸意外身亡 那只是一个避免公众恐慌 以及让袁清一仇恨一辈子的幌子 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压制着这件事 就是 担心原本敏感的清一 知道父母横死的真相后 心灵会被仇恨彻底扭曲 袁叔叔夫妇也不是逞凶斗狠 跟人狙击对战而死 看到叶凡知道不少东西 双方交情也算不错 袁辉煌就把话说了开来 袁叔叔除了做人到位能力出众外 还拥有一手百步穿扬的枪法 他曾经拿下世界狙击神舟赛区第一 还一度成为国警三大枪神教官之一 更是平级枪法不止一次化解 我爷爷危机 这也是他受到我爷爷气重的原因之一 后来娶其生子 他就很少玩枪了 觉得杀意太重力气太浓 对妻女不好 只是他虽然不玩 但名头 摆着 总是有不少人找到鄙视 他是能推就推 实在推不了应付几下 可有一次 他接到了一个挑战 对方要他生死狙击 既比高下 也决生死 袁叔叔毫不犹豫拒绝了 只是对方却不肯罢休 一直挑衅 最后他探查到袁叔叔夫妇要去机场于事 凶手就埋伏在机场快速道旁的山丘上 他一枪打中副驾驶座 把袁阿姨打成了重伤 凶手还告诉袁叔叔 不跟他决战的话 他就慢慢狙击 狙击 袁阿姨 阻击救护车 让袁阿姨在袁叔叔面前慢慢死去 袁叔叔没有办法 只能跟对方一决生死 只是袁叔叔一直惦记着重伤的袁阿姨生死 心神无法平静导致水准只发挥了一半 结果就是他被对方一枪打死了 袁叔叔一死 凶手把袁阿姨也杀了 然后把两具尸体丢入车里引爆 这成了 袁轻衣永远的痛 也成了袁家人的耻辱 袁家发誓要报仇 把事情说到这里 袁辉煌就停了下来 目光多了几分落寞 叶凡先是沉默 随后追问一声 这么多年 袁家找出凶手没有 你前丈人 唐三国 袁辉煌目光忽然变得深邃 第1641章 《动我儿子者死》 袁涵江死了后 袁家进行了追查 有线索指向唐三国 只是袁家没有找到实质证据 唐三国当时又被唐老门主弃中 正是风头十足之计 所以袁家无法对唐三国 进行控诉和袭杀 而唐三国真正浮出水面 也是老猫陆英和唐三国死刑后 袁家从叶唐渠道得到最终确认 只是这时的唐三国已经被叶唐关押 袁氏也无法对他做些什么 袁辉煌把自己所知和袁氏态度告诉叶凡后 就眺望着窗外天空陷入了沉思 叶凡也没再追问和打扰 叮嘱两句就退出了房门 不过叶凡心里也清楚 袁辉煌隐瞒了一些事 那就是唐三国当年风光正盛 袁家没有实质证据不好袭杀 但不代表袁家什么都没做 对于袁氏这样的庞然大物来说 只要唐三国有半点嫌疑 就会不惜代价讨回公道 只是这个公道不是要唐三国的命 而是斩断唐三国上位的路 袁家要诛杀唐三国的心 天底下还有什么比天堂坠入地狱更煎熬的事 所以袁氏判定袁寒将之死跟唐三国有关后 就下定决心要阻挡唐三国成为唐门主事人 袁家当年百分百四回五大家互不干涉内侍的协议 跟唐平凡一脉联手了 云顶山一事 袁家也很大几率出钱出力 至于唐三国落魄后 袁家没有痛下杀手 估计跟唐平凡有关 叶凡对唐三国跟各家的恩恩怨怨很是复杂 他想要恨骂唐三国年轻时太没底线 但想到他已经入狱以及死刑 又觉得发泄情绪没有意义了 随后 叶凡努力调整心态 寻思要不要把事情告诉袁清姨 他一时不知道怎么决断 就鬼使神差推开宋红颜房间 宋红颜正洗完澡擦住头发 看到叶凡脸上疲惫 就带着一阵忧怨开口 你自己都刚好一点 又去给袁辉煌他们疗伤 他穿着玉袍走了上来 散开的青丝增添妩媚 若隐若现的身体 很是曼妙 特别是白皙的修长双腿 在灯光柱充满诱惑 嗅住洗发精的气息 看住娇艳的女人 叶凡有些迷醉 但很快又清醒过来 我也是有目的的 叶凡看到女人担心 忙笑着掩饰 他们早一点恢复我们 就多一分力量 这样敌人冲过来的时候 咱们也多几个高手帮忙 这次对战丑陋老者 如不是他们打前锋 估计我都扛不住他一拳 他还顺势拿起毛巾 替女人擦起头发来 什么叫他们帮忙啊 明明就是他们的事 你才是帮他们的忙 宋红颜坐在床边 白了他一眼 看来你真是精力旺盛啊 叶凡嘿嘿一笑 我都说了 我基本上没事了 老虎都能打死两只 是吗 体力真这么好 宋红颜俏皮一笑 拿过手机 打开记步器 对住叶凡晃动了几下 我今天运动比较少 只有七千步 他眨着美丽毛子一笑 来 你帮我凑够一万步 叶凡止不住一正 帮你凑够一万步 怎么凑 宋红颜娇笑不已 一把压倒了叶凡 床上凑 两人打闹的时候 远在龙都 金志玲 叶五九端住一碗川 被细腻顿珠肺 放在沈碧琴的面前 他笑容温润 对妻子开口 你这几天有点咳嗽 喝点汤润肺止咳 则 我都这个年纪了 还滋补什么 沈碧琴一边埋怨 一边端起来喝了两口 咳嗽随便吃点止咳药 就是了 他觉得一把年纪了 没必要花钱吃这么好 不如省下来 留给叶凡去媳妇 生孩子做事业 那怎么行 叶五九一笑 不把你养好一点 叶凡回来 看到你这个当妈的 一片憔悴 岂不埋怨我 几十年了 难得见你 这么鲜活 看来生活好了 人也会活络起来 沈碧琴轻声一叹 我们还真是拖叶凡的福啊 不然一个躺住等死 一个还在跑船做苦力 对于 今天锦衣玉食的生活 沈碧琴很是为儿子 骄傲之鱼 也对叶凡有着欣慰 毕竟叶凡不是他们亲生儿子 叶五九捏出了一只白沙烟 一家人 别说这样的话 不然叶凡会不高兴的 叶凡让我们过上这么好的生活 我们两个却什么都帮不了 叶凡 沈碧琴苦笑一声 我刚才无意中听到秦律师电话 叶凡好像在华西又出事了 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说个柚子 出了一点小事 但没有大碍 叶五九轻声安抚着妻子情绪 敌人是对付唐门他们的 叶凡看热闹受了点波及 不过你不用担心 叶凡没见过大事面 不知道分寸喜欢凑热闹 但 红颜在那边盯着 他会照顾好叶凡的 而且叶凡的亲生父母 估计也一直盯着 他不想妻子太担心 我们安心打理好驿馆就行 说是这样说 沈碧琴心里很是愧疚 但叶凡跑去华西 我们多少也有点责任 如不是我们总拉着他说 富贵可怜 富贵对我们有恩 富贵曾经替我们挡过刀墙 他也不会火急火燎 跑去华西跟人死磕 而且我最近总心神不宁 特别是前晚还做了一个梦 梦见叶凡被炸入一条大江飘走了 那把我吓得硬生生醒过来 我的咳嗽也就是那时招惹的 估计他现在很忙 不然我真想给他电话问问情况 沈碧琴心有余悸 又喝入一口汤 让整个人暖和了一点 也让情绪安稳了一点 没事 叶凡不会有事的 叶五九捏着烟没有点燃 如果你实在不放心 我坐最早的飞机去一趟华西 我亲自看看他情况 看看他伤势 再唠叨他几句 顺便带几件衣服 听说西伯利亚的寒流 要经过华西了 他眼里多了一抹深邃 也行 你去一趟 虽然你也帮不上叶凡的忙 但你可以劝告他不要老凑热闹 你是他爹 他向来听你的话 一定要他照顾好自己 不然出事我们没办法对他亲生爹妈交代 听到叶五九过去盯着叶凡 沈碧琴高兴起来 咕噜噜一口喝完汤水 我现在去给他收拾衣服 再做几个吃的给他 说完之后 他就拿着此碗去忙活了 整天想着儿子 念着儿子 真是没点出息 叶五九对沈碧琴摇摇头 觉得他是儿子奴 跟自己没得比 随后 他掏出手机 直接打出一个号码 通告横店 夜堂 楚门 天亮之前 我要丑落老头位置 动我儿子者 死 第1642章 烟灭没死算我输 第二天 下午 华西飘起了几缕细雨 但是慕容无心的葬礼 依然暗示举行 叶凡掐着时间 带着宋红颜和倩倩 来到飞来风 今天的飞来风 不仅四处挂着白色布曼 成千上万的花圈 还栽种了无数棵柏树 飞来风比富豪墓园 还要漂亮前进 修剪整齐的柏树 没有落叶的幽静 随风摇曳的梅花 还有孤独的小庙 如果不是一片白色的哀伤 如果不是慕容子侄的垂青 很难让外人想象 这里是慕容无心归宿 不过环境的静好 却没有让五大家放松警戒 叶凡 宋红颜和倩倩 在山腰一处停车场 被唐门子弟拦下 这里距离飞来风山顶 也就慕容无心下葬处 还有八百公尺 但除了唐平凡几个的车队 所有人员都必须下车走上去 避免车内携带燃爆的物体 拦车的唐门子弟 辨认出叶凡和宋红颜身份后 马上连连道歉 表示没有看清两人 唐十二叮嘱过他们 任何宾客 包括华西慕容子侄的车子 都不能上山 但叶凡和宋红颜 可以畅通无阻 只是被唐门子弟一拦 叶凡和宋红颜 没有再开车上去 一是守点规矩 免得出事牵扯到两人 二是一家三口散步上山 也很不错 于是叶凡抱着倩倩 跟宋红颜慢慢走上去 今天防范还真够严密的 前行途中 宋红颜一边打开雨伞 一边扫尸四周孝道 看来唐平凡还是紧张小命的 说话之间 他还轻轻靠近叶凡 雨伞也往叶凡头上倾斜 昨晚他挑逗叶凡 帮自己运动凑够一万步 虽然叶凡一脸通红 落荒而逃 但两人关系又升温了不少 他也就不再避及 大庭广众的亲密了 感觉比国手戒备还严密 叶凡抬起头扫过一眼 确实是戒备森严 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除了鹤枪实弹的五大家精锐之外 还有无人机在天空不断徘徊 轻查住每个角落 而且上山道路也有几道关卡 检查住参加葬礼的人员身份 叶凡还看到几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 向四周高空不断寻防查探 避免热气球攻击再度发生 山道上还有几十只警犬抽动着鼻子 叶凡苦笑一声 不过也是小心使得万年传 今天不知道丑陋老头会不会出现 宋红颜毛子多了一抹寒芒 我很希望他来这里 他相信吃过亏的五大家 今天一定做足了功课 丑陋老者来这里撒野必死无疑 所以他很希望对方来攻击 这样就能给叶凡出口气了 我不希望 叶凡笑着伸手一摸倩倩脑袋 你们在 再小的变数 我也不希望发生 他中午本来让倩倩待在家里好好休息 但小丫头怎么都不肯跟他们分开 加上让她留在堂门小院也未必安全 叶凡就只好带她过来了 倩倩眨着水灵灵的眼睛 若若问道 爸爸 对不起 我不该闹着来 没事 你不要乱跑 好好跟住 爸爸妈妈就没事 叶凡轻轻一笑 今天好多人 你一跑 爸爸妈妈就很难找到你 倩倩懂事地点点头 倩倩不会乱跑的 乖孩子 宋红颜伸手拍拍女儿小脑袋 随后想起一时开口 对了 爹早上打了你电话 你跑去晨练没接 后来他又打给我了 他说 华西这几天有寒流经过 他要过来给你送衣服 他中午的飞机 估计我们参加完葬礼 他也就会飞到华西了 他向叶凡告知 叶五九要来华西 我看到简讯了 他本来早上要出发的 结果没买到票 只能下午过来 叶凡微微用力报警倩倩 什么 寒流送衣服 二老估计是听到我出事 跑过来盯住我 他对叶五九和沈碧琴这样紧张 自己很是无奈 但心里却是一股股暖流涌动 他们也是关心你 不然怎会舟车劳顿过来 送红颜善解人意 等我们参加完葬礼 我们就去机场接他 叶凡轻轻点头 好 把倩倩也带上 让他高兴高兴 他心里略过一丝惆怅 四老原本等着下个月底 抱大孙子 但如今唐若雪跟他分道扬镳 孩子就遥不可及了 叶凡知道叶五九 他们心里失落 所以寻思让倩倩这个孙女 让他们先高兴 呜 就在叶凡念头转动中 头顶就响起了一阵直升机声音 三人下意识望过去 正见直升机 从他们侧边低飞而过 掀起的羽珠四处建设 机身之下的草木 也为之此起彼落 在叶凡抬起头望过去时 直升机正飞底不远处 一处崖壁 对住一个半米高洞口 倾泻子弹 接着又丢入一颗催泪弹 两个来回才慢慢离去 还真够尽责 叶凡苦笑一下 连他陷的洞都插探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小心使得万年传 宋红颜浅浅一笑 昨日一战 歼灭了一半敌人 但还有一半敌人没有冒出来 进攻崖子的痕迹 也没有见到 可见敌人还有一战之力 这时掉以轻心 很容易丢掉小命 他掏出一战之力张纸巾 给叶凡擦擦脸上的雨水 叶凡正要说谢谢 却突然眼皮一跳 抬起头望向天空 他看住高空 一直盘旋的苍蝇 眸子瞬间多了一抹警惕 几乎同一时刻 丑陋老者正穿住 唐门子弟的服饰 速度极快 从一条小路 窜向飞来风 穿过这条小路 他就抵达飞来风 将近九十度的崖壁 到时他将从 慕容无心倾泻烟灰的通道 直入小庙 那时隐秘 又不为人所知的通道 林子越来越深 路也越来越窄 山路一片安静 安静得甚至有些诡异起来 连鸟叫崇鸣的声音都没有 丑陋老者无所畏惧 唐门子弟 难以捕捉他的行踪 五大家高手 也不是他对手 而叶凡他们昨天又被自己打伤 他相信 一千多名联军 无人能阻挡他的脚步 因为他的自信和傲然 所以当叶五九走出来的时候 丑陋老者感到十分意外 他声音一沉 你是谁 是 叶五九抽出一只火柴 点燃白沙淡淡开口 烟灭了 你没死 算我输 第1643章 我真不是 烟灭 不死 算赢 叶五九的话顿时激怒了丑陋老者 他对住长空狂笑一声 对我说这句话 你是找死 说完之后 他右脚猛地踏前一步 双手随之对叶五九一挥 九把武士刀以闪而逝 刀光璀璨了叶五九的眼眸 叶五九吹了吹烟灰 有点倒行 声音落下 他右脚轻轻一跺 轰 一声巨响 飞射过来的武士刀全部震碎 丑陋老者也连连暴退 足足20公尺才停下脚步 他原本站立的地方 已经多了几道军裂痕迹 丑陋老者此刻指不住瞪大眼睛 怎么都没想到 这个无名小卒这么厉害 这一刻 他才真正意识到 眼前之人的恐怖了 你 丑陋老者盯着叶五九正要吼叫 却见叶五九右脚再次轻轻一跺 一股狂暴力量 向丑陋老者席卷而去 咻 丑陋老者连连暴退 而在退的过程之中 他脚下地面寸寸崩裂 又是20米 他才抵消了叶五九涌来的力量 随后 他身体一纵 吼叫一声 又是九把武士刀飞射出去 同时 他紧跟着飞刀后面暴射过去 全力一击 砰 叶五九叼着烟 一拳轰出 一声巨响 飞刀全部崩碎 一拳震山河 趁着叶五九力道用完 丑陋老者从半空踏下 一拳打向叶五九 轰 一道惊天巨响震颤住山路 紧接住 一股强大力量在半空爆发开来 拳头锁过之处 空间一阵阵击颤 庞弹腐要崩碎一般 骇人无比 雷震一击 恐怖无比 叶五九依然没有表情 白沙烟雾中 他轰出去的右手 往上一抬 一压 这一压 不仅封住了对方的拳头 还让四周雨水都沉了下来 一股无形的威压 直接将丑陋老者力量碾碎 嗯 丑陋老者身子一震 暗呼不妙弹回了原地 心中震撼不已 他怎么都没想到 这雷霆一击 又被对手挡了下来 昨天被叶凡轻易挡住 今天又被一个无名小族压制 丑陋老者感觉无比的憋屈 自己不惜毁掉长老的身份 拼着九死一生的危险 重走五田秀吉之路突破 为此他还付出了 被药物毁容的惨痛代价 他以为牺牲这么多 来到神州可以打穿整个武道 一洗血龙园的百年耻辱 可没想到 刚出师就连连受挫 如非丑陋老者知道自己实力 昨天也杀掉百人佐证 他都要怀疑武道不退反进了 这让他非常难受 你究竟是什么人 丑陋老者看看通红的掌心 又看看风轻云淡的夜无久 我怎么不知道 神州有你这样的人存在 他眼里闪烁一抹凶光喝道 是男人就别遮遮掩掩 痛快爆出你的名号 神州一向藏龙卧虎 我这种小角色 你没必要放心上 夜无久谈一谈烟灰 脸上带着一抹温暖 如果非要知道我是谁的话 我只能告诉你 我是一个给儿子千里送衣服的父亲 你虽然比不上我 但已经很强了 在 杨国 估计只有天葬能够压你 只是为了这五道突进天境 毁掉容貌 缩短寿命 会不会不值得 怎么说 你蚂蚁长老也是天社 乃至杨国都享当当的人物 他神情平静地揭破了对方身份 你知道我是谁 丑陋老者脸色巨变 你究竟是什么人 怎么会知道杨国这么多机密 他心里已经不能用惊讶来表示了 完全就是从头到脚的震撼 他的改头换面 他的脱胎换骨 算得上特级机密 放眼杨国岂有屈指可数几个人所知 可没想到 叶五九了解得清清楚楚 这不仅意味着杨国有叛徒 也意味着叶五九身份高得可怕 我说过 我只是一个孩子的父亲 叶五九徐徐吐出一口浓烟 我很不想跟你们为敌 打打杀杀拿有安乐饭好 可你们总以大气小对付叶凡 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帮帮场 岂不显得我们家软弱可欺 所以我已经决定了 以后 叶凡打得过或打成平手的敌人就算了 他与其很是平静 打不过 我来 毕竟你们都喜欢动用家长 我也不能总看戏啊 叶凡 父亲 你是他养父 蚂蚁长老反应了过来 随后宁笑一声 叶凡还真是一个人物啊 生父是叶堂之主 义父是九千岁 现在连养父都深不可测 他喷出一口热气 怪不得叶凡如此嚣张 一片无尽血红 体内气息疯狂暴涨 同时 又是一刀在手 刀一直冲天际 接着他双脚一弹一弓 连人带着刀消失 秀 下一秒 一道璀璨刀光出现在叶五九面前 而蚂蚁老者依然毫无影子 人刀合一 叶五九眼睛眯起 生出一丝兴趣 随后又摇摇头 还是差了一点叶五九眼睛眯起 生出一丝兴趣 随后又摇摇头 还是差了一点说话之间 他夹着 香烟的手指往前一点 轰 这一剑指点出 落下的雨水瞬间全部震飞 好像一股强大力量击碎了空间 手指锁过之处 璀璨刀光好像包洋葱一样 被指尖一层一层烹烹撕裂 转眼 这一指点中了五十刀 当 一声巨响 一股碰撞爆开 整个空间剧烈一颤 而那把五十刀轰然破碎 紧接住 一指继续一往无前 气势如红来到了蚂蚁长老面前 指尖轻描淡血 却带着一股死亡气息 蚂蚁长老脸色俱变 丢掉手里碎裂的刀柄 双手叠加朝前一推 这一掌 硬生生风挡夜五九这一指 他怒喝一声 破 随着这道声音落下 长指狠狠碰撞 轰 掌碎 人飞 蚂蚁长老宛如断线风筝翻滚着 跌出了二十公尺 而他刚刚撞在一棵树上停下来 夜五九如影随形出现在他面前 没有丝毫停滞 一指洞穿了丑陋老者的咽喉 是 一股鲜血蹦射 蚂蚁长老身躯一阵 生机一泻千里 他整个人摇晃不已 脸上也无比骇然 你是天静大成 夜五九摇摇头 我不是 蚂蚁老者扑通一声倒地 你一定是天静 大成 我真不是 夜五九叹息把指尖血迹擦掉 救助白沙狠狠抽灭最后一口 不是天静大成 把自己打成狗 还不是大成 蚂蚁长老还想再坚持 却突然想到什么 脑子一热 鲜血更勇 他脸上无比骇然 张嘴却没了力气 脑袋意外死去 夜五九手指弹飞了烟头 拿出一个老人机打了出去 老赵擦地了 老赵擦地了